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下面给大家讲述《灵珠传》 阴阳诗 和朋友去岛国玩 碰上白鬼夜行 一个阴阳诗拼死护住我们 恶鬼却越来越多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我推开阴阳诗走上前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中国茅山道士了解一下 宋飞飞 这就是你说的高人 我看你呀 八成是被骗了 一个妆容艳丽的年轻女孩 举着高脚杯 将我和乔默语从头打亮到脚椅后 非常不屑地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 我和乔默语跟着宋飞飞来岛国 参加一个私人聚会 这女孩是宋飞飞朋友 叫夏伟奇 听说她很喜欢岛国文化 大学也是在这儿念的 而这次聚会 就是因为她谈了个岛国男朋友 想要介绍给众人认识 夏伟奇家豪富 这次的聚会更是下足了血本 我能理解她为什么看不起我们 主要还是赖乔默语 乔默语一个穷学生 很少参加这种上流社会的聚会 大家都穿着晚礼服 戴着昂贵的珠宝 优雅地举着红酒杯 低声寒暄 只有乔默语 站在自助餐桌前 饿虎扑食 一顿猛吃 只见她左手一只帝王蟹 右手一只波士顿龙虾 嘴里还叼着块黑金鲍 全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了 众人的眼神中带着鄙夷和嫌弃 不时有窃窃私语声从一旁传来 这家伙的吃相真是太差了 哎 我们的脸都被她丢光了 我推开身前堆着的十八只空盘子 朝桥默语翻了个白眼 吃吃吃 就知道吃 饿死鬼投胎啊你 那龙虾明明是我先看中的 快分一半给我 眼看我和乔默语 为了抢龙虾快打起来了 宋飞飞才无奈地走过来 拉住我们 行了别吃了 待会儿我请你们去吃海鲜烧烤 先来见见我朋友吧 毛山道士 什么诗 帝诗 还唯一的帝诗传人 哎呦 宋飞飞你上哪找的这么两个活宝 笑死我了 夏伟奇捂着嘴笑得花枝乱颤 对于这些人莫名其妙的轻视 我都习惯了 乔默语也不以为意地耸耸肩 转头拉住宋飞飞 去哪吃海鲜烧烤 有没有和牛 那个香 见我们不理她 夏伟奇生气地跺了跺脚 宋飞飞 咱们那么多年朋友 我可都是为你好 我有办法证明 他们俩真的是骗子 我们三人一起扭头看向他 夏伟奇从自己手腕上摘下一串钻石手链 扑通一声 毫不犹豫地扔进了泳池 你们俩谁先捡到 这手链就归谁 这傻逼电视剧看多了吧 宋飞飞脸都黑了 乔默语也非常生气 什么玩意儿就让我们去捡啊 你以为你 也就三百万吧 夏伟奇漫不经心地伸出手 摸了摸手指上的蓝宝石戒指 上次拍卖会买到的 好像是三百六十多万 具体多少记不清了 乔默语听到这话 茶妖仰天狂笑 哈哈哈哈 区区三百万 你当我们是什么人呢 她一边笑 一边趁我不注意 一个扫堂腿 试图将我绊倒在地 我灵活地跳起来 躲过她的腿 人刚落地 就被宋飞飞拦腰死死抱住了 灵珠 别去 给我个面子 笑死 什么面子值三百六十万 扑通 扑通 我和乔默语 一前一后跳进了泳池中 两人在水中拟一拳我一脚 最后我一用力 那项链被扯成了两半 当我心满意足地 摸了把脸上的水浮出水面时 看到了宋飞飞想杀人的眼神 浩广 你来了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高定西装 身材修长 长相俊美的男人从大门处缓缓走近 见到他 夏伟齐十分激动 他拎着裙摆一路小跑 跑到男人身边时挽住他的手臂 娇媚一笑 下面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男朋友 岛国 岛国著名阴阳师 贺茂浩广 在岛国 阴阳师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神秘的职业 传说在岛国平安时代794-1192年 每当夜幕降临时 形形色色的妖怪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 这是一个幽暗未明 人妖共处的时代 是妖怪的世界 白天归人类 晚上白鬼夜行 也就是这个时候 阴阳师们担负起了守护人间太平的重要工作 他们世代相传 不但负责护卫王公和天皇 还要在民间驱除妖魔 十分受人尊敬 我看了眼西装革履的贺茂浩广 再看眼全身地摊货 头发湿漉漉贴在脸上的乔墨语 哎 人比人 气死人啊 尊贵神秘阴阳师 江湖骗子臭道士 同样是抓鬼驱邪 为什么人和人的待遇差别这么大 在宋飞飞冰刀的眼神中 我和乔墨语一前一后爬出泳池 贺茂浩广中文说得极好 轻声细语 文质彬彬 很快就博得了众人好感 宋飞飞是真生气了 全程板着脸 连笑都不笑一下 烧烤取消 不吃了 吃个屁 聚会结束以后 宋飞飞几个朋友都换上了运动服 说要去山里的一个木屋再聚 夏威奇轻易地靠在贺茂浩广肩上 表情十分得意 那木屋可不简单 据说呀 里头住着明屋呢 明屋是一种住在家中地板下的妖鬼 大多出现在古老陈旧的房屋中 每当夜里准备睡觉时 房子某处就会开始嘎吱作响 这往往就是明屋搞的恶作剧 明屋的个子十分矮小 长大以后也就和人的手指差不多高 喜欢在半夜出没 他们手里拿着工具 在木屋里四处活动 看到不喜欢的地方就会动手拆除 宋飞飞 等会带你们去见识一下真正的鬼 你可别吓破胆了 夏威奇眼珠子转了转 在我和乔墨鱼脸上停留的时间有些长 看来之前我们的介绍 让她十分不以为然 宋飞飞无力地分辨了几句 灵珠和乔墨鱼也很厉害的 这次连贺茂好广都笑了 她挑了挑眉 细谑地看着我们 阴阳失律属于阴阳疗 我现在是次观阴阳柱 从六位的品级 不知两位是什么品级 从六位 看到我们茫然的眼神 贺茂好广耐着性子解释道 从六位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六品官员 放到现在差不多是县长级别吧 听两位说 帝师在中国古代属于青天间 能夜观星象 乔墨宇既然是帝师的唯一传人 品级应该不低吧 还有陆灵珠 更是什么千年茅山内门弟子 不知道有没有无品呢 我和乔墨宇对视一眼 惭愧地低下了头 除了美貌和才华 我一无所有 哎 看到我们垂头丧气的模样 夏威奇更得意了 她拉着宋飞飞 笑得一脸张扬 飞飞 咱们那么多年朋友了 我不会骗你的 我知道你最喜欢这种惊险刺激的东西 你放心 有浩广保护我们 我们会很安全的 我酸溜溜地看着贺茂浩广 贺茂家确实是阴阳师中最厉害的家族之一 平安时代两大家族几乎掌控了所有的阴阳师 一个是安倍家族 最出名的是安倍晴明 还有一个就是贺茂家族了 岛国八大阴阳师中 贺茂家就占了三个 乔默宇也很酸 我们这次来岛国 代价可不小 之前去云南找蛊王时 不小心放出了蛊王梨烟 他一人练蛊 人蛊合一 我们几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而乔默宇为了给朋友治病 需要真正的蛊王虫 千蛊出一王 一千只蛊虫用秘法练制 最后活下来的那只 才能叫蛊王 黎烟在洞里困了千年 漫长岁月中全靠炼蛊度日 他手里有好几只符合要求的蛊王 为了讨到蛊王 我们几人被迫答应了他好几个条件 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帮他取一块杀生石 乔默宇有他要拿的东西 我也有师尊交代的任务 现在我们不但顶着重重压力 还要看贺茂浩广在这里装逼 想到这 我忍不住用力踩了乔默宇一脚 本来是骗他来帮我完成任务的 结果他的任务比我难多了 那可是沙生石 传说中的岛国三大妖王之一 九尾妖狐欲早前死后所画 几个大寺庙把杀生石当宝贝一样供奉着 要拿那东西犹如火中取栗 哎呀 你踩我干嘛 乔默宇跳着脚 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我翻了个白眼冷笑一声 踩的就是你 连六品都混不上的废物 打打闹闹间 山路也越走越偏 天早就黑透了 路上很安静 只能听见偶尔的虫鸣声 下尾其类的呼吃带船 还不忘向我们炫耀 贺茂浩广的厉害 我们国家的道士 算命看向 全都是骗人的了 还有那什么跳大神 出马仙的 更是封建迷信 飞飞我和你说 你呀 就是太单纯了 人傻钱多 我咬了咬牙 强忍住揍他一顿的冲动 埋头继续走路 贺茂浩广淡淡地笑了 他不以为意地瞥了我们一眼 转身拉过下尾其的手 唐朝以前还是很厉害的 只是现在 中国的传承早都断了 要论阴阳术 最好的还是在我们岛国 哇 这个人真是 我撸起袖子 准备让他见识一下大中华稻树时 后脑勺却挨了重重一计 乔墨宇你干嘛 我摸了摸后脑勺 他竟然用石头砸我 乔墨宇无辜地眨了眨眼 干什么 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转过身 耳朵却竖了起来 咻 一道破空声传来 我迅速转过身伸出手 在半空中接到了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 这力道 这距离 绝对不是乔墨宇 乔墨宇也意识到了 他戒备地转过身 左右瞧了一圈 宋飞飞见我们停下脚步 回过身问我 灵珠 怎么不走了 我用手颠了颠这块石头 潮昏暗茂密的树林里 重重一杂 哗啦 一道黑影迅速闪过 飞快地消失在我们眼前 宋飞飞吃惊地揉了揉眼睛 卧槽 那是什么东西 这东西的体型和十岁的孩子差不多 酷似圆猴 浑身被红毛覆盖 我冲进树林中追了一会就放弃了 他实在是跑太快了 没追上 怎么了 你跑什么 夏威奇一脸岔一地停下脚步 贺茂浩广也关切地围上前来 我喘着粗气 心中有些不安 我从小就在山上练舞 寒来数网 每天都要站桩一个小时 就我这脚下的功夫 追那东西 居然只能远远地看到个背影 他的速度实在是惊人 宋飞飞脸色十分凝重 他看向贺茂浩广 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小孩 贺茂浩广愣了一下 随即立刻就否认了 他说这是一片无人区 很早之前就没人居住了 我觉得那是一只猴子 红毛猴 乔墨鱼也看到那背影了 他摸着下巴一脸沉思 显然还在回忆 宋飞飞摇了摇头 那玩意是两条腿跑的 跑得比人还快 猴子站起来 绝对跑不了那么快 等等 贺茂浩广眼神 在我们三人身上来回移动 最后狐疑地看向我 直立行走 半人高 酷似圆猴 浑身红毛 你们不是在逗我玩吧 这东西听起来很像是山童 可山童这东西 已经好几百年没有出现过了 听到山童两字 我猛然一拍大腿 瞌睡来了就有人递枕头 这是什么运气啊 啊 乔墨鱼惨叫一声 捂着腿蹦开两米远 卧槽 鹿灵珠你拍我腿干啥 山童是岛国传说中的妖怪 据说冬天河童进山 就会变成山童 春天则会返回河里 再次成为河童 山童对山林的要求极高 必须要阴气充足 毫无人烟 特别干净的山林才行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河童都已经快绝迹了 山童自然更加罕见 我这次来岛国的目的 就是寻找山童 山童头顶有一个扁平的盘子 里面盛着生命之水 这些水会给予山童极大的力量 让他们力大无穷 速度惊人 当盘子里的水枯竭时 山童就会死去 而我这次的目的 就是取一小罐生命之水 带回去给师尊 本来以为段时间 应该找不到山童了 没想到刚来第一天 就被我碰见了 见我乐得见牙不见眼 贺茂浩广神情有些严肃 山童能生丝牛羊 性子古怪 牙字必报 虽然我觉得你们大概率是看错了 但如果真是山童 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 不要轻举妄动 听到生丝牛羊 夏伟奇娇滴滴地叫了一声 倒在贺茂浩广怀里 啊 好可怕 乔默羽健壮 也跟着英明一声 靠在宋飞飞肩上 好吓人 你可要保护好人家 宋飞飞和乔默羽 笑成一团 我心里却没那么轻松 山童这东西可不好对付 年幼的山童是没有尾巴的 山童的年纪越大 尾巴越长 而随着年岁渐长 它们的力量和速度也会成倍增加 刚才那只山童虽然一闪而过 但是据我目测 那尾巴最少得有二三十厘米 按照这长度 这只山童应该活了百年以上了 乌 寂静的山林中 北风呼啸而过 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手电筒的光 只能照到眼前一小片区域 这茂密的深山像一只张着嘴的巨兽 将远处的光线悉数吞没 众人都埋着头认真走路 连宋飞飞和乔默羽都不打闹了 气氛一时间有些沉闷 夏伟奇越走越怕 整个人恨不得缩在贺茂号广怀里 卧槽 走着走着 落在最后的宋飞飞突然惨叫一声 我迅速转过身 只见宋飞飞不小心踩中了一个绳套 绳索收紧 将它倒挂在了粗壮的树枝上 灵珠 快放我下来 宋飞飞倒吊在空中 离地足足有两三米高 她胡乱挥舞着双手 试图把自己荡向一边的树干 别动 我刚想走上前帮宋飞飞 贺茂号广就伸出手拦住了我 这陷阱可能是以前山里的猎户下的 而猎户放置陷阱 通常都不会只放一个 贺茂号广蹲下身子 一手捏着手电筒 一手握着根木棍 小心翼翼地拨动着地上厚厚的枯树叶 没拨几下 两个黄色的粗麻绳套从树叶堆底下露了出来 浩广 你好厉害 没你友我们可怎么办 不愧是阴阳师 比有些人强多了 夏威琪捧着脸一顿吹 双眼放光 少女怀春 看得有些人乔墨雨直翻白眼 好了 这下可以走了 贺茂号广站起身露出一个十分自信的笑容 对着我和乔墨雨点了点头 乔墨雨撇了撇嘴角 迈开脚朝送飞飞走去 紧跟在她身后 刚走两步 便听到头顶上传来一阵巨响 哄 一张巨网兜头落下 把我和乔墨雨网了个正着 我被吊在半空中 和乔墨雨两人挤坐一团 网吊得很高 我的视线也跟着豁然开朗 所以能清晰地看见远处一个模糊的黑影 正用一种十分惊人的速度向下尾棋冲来 小心 几乎是我话音刚落 那黑影就窜到了下尾棋身前 我这才看清了山童的长相 毛发浓密 面容猙獰 还长着腹蛇一样的牙齿 她张开嘴巴朝下尾棋嘶吼一声 嘴巴直咧到了耳朵位置 下尾棋哪见过这场面 当场吓没了三魂七魄 她尖叫一声 直接把手中的手电筒砸向了山童 山童正伸手扯着下尾棋背上的双肩包 没防备她会突然出手 被砸了个正着 她跳到一边捂着眼睛发出愤怒的叫声 全身毛发像猫一样竖了起来 山童这东西性格暴力 牙字必爆 非常记仇 下尾棋砸伤了她 这下可麻烦了 山童顾不上抢包 直接伸出她长满红毛的手 一巴掌抽在下尾棋脸上 下尾棋被她这一抽 人在空中转了两个圈以后 亮呛后退滚到了地上 然后仰面朝天 昏倒在地一动不动 我忍不住滋了滋牙 这一巴掌可够重的 下尾棋不会被抽成脑震荡了吧 山童抽昏了 下尾棋还不肯罢休 她眼珠子转了转 几步跳到树边 绕着一块半人高的石头 走了一圈 卧槽 她该不会是想拿那块石头砸下尾棋吧 乔默于眼睛都看直了 我也被山童吓得不轻 这石头要是砸下去 下尾棋估计直接变成一张肉饼了 不对啊 这关键时刻 赫茂浩广去哪里了 我瞪着眼转了一圈 才发现赫茂浩广躲在一块巨石边憋大招呢 她盘膝坐在地上 嘴里振振有词念着咒语 双手在胸前截着各种手印 食指翻飞 看得人眼花缭乱 她的神情专注而虔诚 身上引有白光冒出 将她衬得宛如天神下凡 令人不敢直视 乔默于忍不住扎了扎嘴 你别说 看起来还怪牛逼的 我点点头 牛逼是牛逼 只是在牛逼一会 下尾棋就要死了 喂 傻逼 有种你过来啊 宋飞飞倒吊在树上晃来晃去 她还掏出自己的手机用力砸向山童 试图吸引她的注意 我和乔默于也如法炮制 我在身上摸了半天 把从酒店里带来的一块点心丢了下去 乔默于从衣服里掏出个手机 看了看又塞了回去 她把脸凑在网兜的空格中 努力朝山童吐口水 山童的注意力果然被我们吸引了 她滋滋乱叫两声以后 放弃地上的巨石走到一边 只见她双手抱住一棵大腿搬粗的树 双脚用力后登 竟然直接将这棵高约三米的树连根拔起 山童把树木扔在一边 上手掰断几根枝叶繁茂的树之后 刚才还生机盎然的小树变成了一根巨大的木棍 宋飞飞不晃了 掉在上头装死 我也收回了手 想假装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但覆水难收 乔默于憋了半天 奋力吐出一口含量惊人的口水 啪鸡 那坨口水瞄准目标 精准地吐在了山童猙獰的脸上 山童擦掉脸上的口水 仰头目光阴郁地盯着我和乔默于 我加快了手中的动作 用匕首快速搁着网兜 这网是用一种不知名的树藤编制的 火烧不着 刀割不断 我刚刚用匕首磨了半天 才磨出来一小个口子 卧槽 灵珠快躲开 网一共就那么大 还是吊在半空中的 能躲到哪里去 啪 啪 我和乔默于左右挣扎 却还是被粗壮的树干给抽中了 山童举着树干 左右开弓 一口气不停歇地连抽了我们四五下 我感觉半边身子都抹了 全身都像被鸭鲁鸡撵过一般 又痛又抹 幸亏这藤万阻挡了一部分力 这要是抽在宋飞飞身上 能直接把她抽吐血 山童休息了一下 深吸两口气以后 举着树干再次朝我们重重抽来 她漆黑的眼瞳中闪烁着疯狂和恨意 我还看到她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笑 树干带着一股凌厉的风朝我们挥来 我甚至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乔默雨 向东 我和乔默雨一起用力 连人带网向东侧荡去 没有第一时间抽中 山童的力道也卸去大半 树干砸在我们身后粗壮的树枝上 竟然直接断裂成了两节 山童气羞羞地丢掉手中的树干 转身又去搬那块大石头 我和乔默雨心有余悸地对视了一眼 刚才那力道要是被砸中 不死也残废了 山林中的夜晚温度很低 我的额头上却浸出了一层又一层汗珠 宋飞飞一动不动地掉在树上 也不知道有没有脑充血 夏伟奇躺在地上生死不明 而贺茂浩广还坐在那边大招 我焦急得看着盘腿而坐的贺茂浩广 大哥 再不来奶 孩子都要死了 哈 山童把巨石高举过头顶 矮小的身子都被石头盖住了 我和乔默雨揪着心 看着地上的石头在我们俩 宋飞飞和夏伟奇三个方向左右游移 呼 一股狂风夹杂着雪花吹过 吹得我睁不开眼 身边的气温骤然下降 乔默雨眼睫毛上的汗珠 在一瞬间结成了冰块 我缩了缩肩膀 只觉得全身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 这种刺骨的寒冷 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 这是贺茂浩广的大招发动成功了 山童已经决定好了方向 她举着石头朝我们的方向缓步走来 没走两步 一个容貌极为艳丽的女人出现在她身后 这女子有着雪白的肌肤 冰蓝色的头发 美得不像真人 她飘在空中朝着山童轻轻吹了口气 山童和石头瞬间就变成了一座冰雕 乔默雨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卧槽 艾莎公主 傻逼 那是雪女 雪女又称为雪姬 常在极寒冰山之地出没 传闻雪女喜欢把进入雪山的男子吸引到没人的地方 与她接吻 接吻的同时会将她冰冻起来 取走其灵魂实用 雪女还会把自己看上的英俊男人动成一座座冰雕 放在洞穴内以攻观赏 没想到 赫茂浩广的世神竟然是雪女 不愧是赫茂家族 果然传承深厚 岛国的阴阳师在十六岁那年 都可以在家族的帮助下寻找妖怪签订主仆契约 被降服的妖怪签订契约以后 就会任阴阳师为主 攻其驱使 成为阴阳师的世神 这雪女怕是赫茂家族传承了数代的 赫茂浩广能有她作为世神 应该是赫茂家这一代的继承人了 山童被冻在地上动弹不得 雪女飘到我们身边朝着网兜吹了口气 那藤蔓便冻成了冰雕 我一脚踢在冰冻住的藤蔓上 这些枯藤就哗啦啦碎了一地 好家伙 这也太牛了 宋飞飞很快也被放了下来 我们三人围着冻成冰块的山童 嘖嘖称奇 赫茂浩广放出雪女以后 脸变得比雪女还白 她像个八旬老人般 颤颤巍巍走到夏伟奇身边扶起她 看到这我们几人都脸上一红 光顾着看山童把她给忘了 尤其是宋飞飞更是扑过去一把抱住夏伟奇 奇奇你没事吧 你快醒醒 夏伟奇英宁一声 终于缓缓睁开了眼 在了解到事情经过以后 她头也不晕了 脸也不痛了 一口气走好几步路不费劲 天哪 这就是雪姬吗 我终于看到传说中的雪姬了 浩广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们的命都是浩广救的吧 怎么样 阴阳师是不是天下第一厉害 赫茂浩广谦虚地摆了摆手 救命之恩不值一提 但是我们岛国的阴阳术 确实称得上举世无双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的阴阳师来自我们国家吧 是从春秋时期的阴阳家发展而来的 听到这话 赫茂浩广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火药也是中国发明的 但是你们拿它放烟花 欧洲用它们制成枪械大炮 并用这些炮火轰开了清政府的门 谁发明的并不重要 谁能用好它才是关键 现在世界上只知道我们岛国的阴阳师 我们几人听到这话 鼻子都气歪了 乔默宇和宋飞飞撸起袖子就要吵架 夏伟奇插着腰怒视我们 干什么 浩广哪里说错了 我们国内现在除了那些招摇撞骗的 哪还有什么阴阳家 建国以后不许成经知道吗 你们搞的那些全都是封建迷信 嘿 我这暴脾气 就在我忍不住想动手时 山童身上传来了一阵咔嚓声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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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把推开下尾棋 顺手拉住乔默宇和宋飞飞用力朝身后甩去 山童身上的冰块迅速裂开 一块巨石朝着我们几人刚刚站立的方向飞来 石头砸在地上 碎裂成好几块 一块还砸中了我的小腿 山童刺着牙怒视我们 红色毛发根根竖起 原本漆黑的眼瞳变成了诡异的紫色 紫眼山童 这山童活了超过五百年了 贺茂号广倒在地上高声惊呼 原本就惨白的脸又添了几分青涩 我惊骇地看着瘦小的山童 她那么短的尾巴 竟然有五百年以上的寿命 山童瞪着眼睛看了一圈 最后将视线投向了飘在一旁的雪女 她尖笑一声 炮弹般对着雪女弹射而去 我也在这时才看清 她的尾巴顶部少了一截 看样子像是被人用剑砍断的 雪女转身想跑 却一把被山童揪住了脚 空中抡起了一个蓝色的冰圈 山童足足在空中甩了雪女十几圈 最后山童抓着雪女的头发 三两下窜上了一边的树木 她爬上十几米高的树顶 骑着雪女直接跳了下来 雪姬 贺茂浩广伸出手臂 喊得撕心裂肺 夏伟奇也被吓哭了 怎么办 雪姬死了浩广会被逐出家门的 雪女是高等妖物 贺茂家为了抓到她 想必花费不少代价 要是死在贺茂浩广手里 她不但会失去继承人的资格 还会遭受家族的怒火和惩罚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我朝着山童方向急速跑去 并在助跑完成后 朝着空中高高跃起 道法自然 乾坤无极 赤 一道黄符 从我手中击舍而出 并在山童脑门上 山童瞬间像被人点了穴道一样 直直地从空中摔了下来 重获自由的雪女也飞快地从她手下挣脱 狼狈着转了几圈以后飘到一旁 贺茂浩广瞪着眼张着嘴 半天才结结巴巴说道 这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阴阳破邪符 我没理她 而是趁山童摔在地上以后 拿出个小瓶子装了半瓶她头顶的生命之水 这山童就和游戏中的坦克一样 力大无穷 法抗却弱得很 之前我都被她打猛了 连张符纸都没顾得上用 贺茂浩广喘着粗气 目不转睛盯着山童头顶的符纸 她眼神中散发出狂热的光芒 夏威奇喊了她好几遍都没反应 我不会看错的 这肯定是阴阳破邪符 原来传说是真的 先祖从唐朝学阴阳术时 只学到了一部分 没来得及学福禄神书 夏威奇有些尴尬 她眼神躲闪 不敢和我们几人对视 只伸手去拉贺茂浩广 浩广你还好吧 学女的腰力太强大了 你快把她收起来吧 小心支撑不住 贺茂浩广这才如梦初醒 她对着我们几人歉意地笑了笑 然后转过身对学女使了个眼色 砰 学女的身体在空中炸开 飞出漫天雪花 这退场可真够华丽的 我刚想感叹 只听见嗖的一声 我忙转过头去看 山童额头上的符纸不见了 她向着山林如离弦的剑一般冲去 这山童被我取走一半的生命之水 速度也降低了很多 我迈开腿刚要追 贺茂浩广一把拉住了我 别追了 天色太晚了 山里温度会越来越低 咱们得赶紧找个地方休息 学女收回以后 贺茂浩广的脸色红润了许多 她皱着眉头看向山童离去的方向 十分不解 奇怪 我记得书上说 阴阳破斜幅 可以震些七天 为什么才两三分钟 就没效果了 听到这话 夏伟奇瞬间来了精神 哎呀 我就说 我们那边根本就没有什么阴阳学派的传承了 果然 露灵珠你们千年毛山 也就是学了一点皮毛吧 哎 我们国家阴阳术法早就没落了 现在最厉害的阴阳学还是要看贺茂家 哼 乔默语冷笑一声 对我眨了眨眼 阴阳福被小日子给收起来了 她趁着我们都在看学女时动手的 我心下了然 贺茂浩广之人眼神飘忽 还长了个鹰勾鼻 这些都是心术不正之下 不过夏伟奇这人太讨厌了 我懒得去管她 夏伟奇一路上叽叽喳喳 麻雀一般 就差把贺茂浩广夸到天上去了 她夸贺茂浩广就算了 还要贬低我们几个 尤其是阴阳破邪幅 被她一顿冷嘲热讽 听得宋飞飞都快气炸了 夏伟奇 你再多避避一句 咱们以后就别做朋友了 夏伟奇看来是个吃软不吃硬的 她气急败坏地跳脚 额头上青筋突起 宋飞飞你什么意思 我好心好意请你们来看明屋 你却一直偏向这两骗子 好广救了你们的命 你们却不道谢 我看是你被鬼迷了心窍 不做朋友就不做朋友 我才不要和江湖骗子做朋友呢 两人斗鸡一般昂着头 我拉着宋飞飞大步朝前走去 别和傻瓜论短长 夏伟奇更气了 你什么意思 你说谁傻瓜 几人不欢而散 气氛也有些僵 我和宋飞飞乔默雨三人 加快脚步赶路 逐渐和夏伟奇他们拉开了距离 走了一个小时以后 前方木然出现一抹橘色的亮光 这是一间日式庭院 院墙泪中着几棵造型别致的松树 风格古朴幽静 有古特别的韵味 我们几人站在门口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院门打开 一个穿着和服的中年老妇人 诧异地看着我们 这女人个子也太高了吧 看起来都快有两米了 我们三人仰着脖子费劲地看着她 大冷的天 她穿了一套霉红色的和服 头发没有盘起 而是顺滑地披在肩膀上 她的脸很白 嘴唇上抹了很小的一撮胭脂 看起来有点像以前一季的装扮 几位客人要找谁 这女人居然说的是中文 当听到我们是路过的游客时 女人十分热情 她叫立香英子 儿子死后自己和孙子一起住在这山上 她拉开门 十分热情地把我们带进了屋 招呼我们坐下休息以后 又殷勤地端上了热茶和点心 我们坐了没几分钟 夏威奇和贺茂浩广也到了 立香英子中文说得十分流利 她陪我们聊了会天以后 说要去给我们安排夜宵 乔默雨直勾勾地盯着书柜上 一块灰黑色的石头 看得眼睛都不眨 我刚刚看到一只甲虫飞到石头上 然后虫子死了 我顺着乔默雨的眼神看去 淡黄色的木地板上 果然躺着一只甲虫 乔默雨吞了吞口水 灵珠 这是杀生石吧 对吧 传说杀生石是鸟雨天皇宠飞玉藻前死后所化 玉藻前的真身是九尾妖狐 被安倍泰城石破后逃到内须野 最后被三浦界率领的数万军队和几百名阴阳师围困杀死 玉藻前死后 他的野心和执念化作了杀生石 任在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杀生石有剧毒 昆虫飞鸟一旦接触到这块石头 会在寝客间毕命 就连人类也不能幸免 身草天皇年间 玄翁和氏用法杖击碎了杀生石 彻底消灭了玉藻前 杀生石也飞散至岛国各处 有些寺庙会当作神物捡去安放 而这屋里的杀生石 也就巴掌大小一块 乔默雨抿着嘴唇 表情有些纠结 灵珠 你说拿小日子的东西算不算透? 我严肃地看着她 丽香英子好心邀请我们来她家做客 乔默雨却想拿她家里的杀生石 这人果然十分无耻 传说达己当初战败后 真身附在了九条尾巴上 其中八尾逃向天南海北 只余下一尾被姜子牙诛杀 而玉藻前就是达己的一条尾巴所化 所以严格说来 这杀生石应该算是我们国家的东西 乔默雨文言大喜 端起面前的茶杯一饮而尽 贺茂浩广坐在对面 不住地拿眼睛偷偷打量我们 我假装没看见她的眼神 只不停和乔默雨宋飞飞说着悄悄话 没意会 贺茂浩广一脸真诚地坐到我面前 我对阴阳术研究很深 你那张符纸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需要探讨一下 我挑了挑眉 没有接她的话茬 贺茂浩广努力挤起一个诚恳的笑容 你身上应该还有其他符纸吧 这些符纸可能都出现了问题 我可以帮你找出问题来源 宋飞飞冷笑一声 这可真是地方越小的人脸就越大 之前还说符路没有传到岛国呢 现在就能帮人找出问题了 再说了 那阴阳驱邪府有没有问题 都还没确定呢 贺茂浩广还没说什么 夏威奇马上跳了起来 宋飞飞 你胡说什么 浩广是好心 人家岛国阴阳术传承了千年 比你们厉害多了 他好心指导你们 你们却不领情 乔墨宇朝我使了个眼色 悄悄在背后推了宋飞飞一把 宋飞飞被他一推 整个人朝夏威奇扑过去 桌子也被推翻了 我跳起来怒视贺茂浩广 好啊 你竟然敢动手打人 我和你们拼了 夏威奇被宋飞飞压在身下 发出一阵惨叫声 乔墨宇拉着我拼命朝后退 一边退一边喊 别打了 你们都别打了 我奋力挣扎 两人撕扯中 我随手一挥 那块黑灰色的沙生石就滚到了地上 我替乔墨宇挡住视线 她飞快地蹲下身 把沙生石装进包里 又拿出个房品放到了柜台上 宋飞飞假装体力不支 每次快起来时都会重新摔在夏威奇身上 哎呀 岛国的地板都滑得不同反响 起不来 根本起不来 贺茂浩广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过了半晌才反应过来 走上前匆匆来开宋飞飞和夏威奇 等丽香英子端着饭菜过来时 客厅内早就再次恢复了安静 她抬眸不动声色地扫了我们一眼 脸上依旧挂着礼帽的微笑 大家用完饭早点休息吧 天色已经很晚了呢 我悄悄瞟了眼书柜上的沙生石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不是我们宴会上的黑松露面包吗 乔墨宇能把她的形状啃得和沙生石有八成像 也是个人才 因为做贼心虚 我们三人用最快的速度吃完了饭 然后陶也似地跑回了屋 嘎吱 我们三人刚熄灯没多久 门就被推开了 我睡得离门边最近 一眼就看见了丽香英子那异常高大的身影 她披头散发地缓步走近 带进来一屋子风雪 她的脚步很轻很轻 如果闭着眼睛 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走了两步 她开始像狗一样子 蹲下身 在地上爬行 左边的宋飞飞在被窝底下 用力捏了我一把 我拍了拍她的手 示意她稍安勿躁 山上下了很大的雪 整个窗户外 都是白茫茫一片 哪怕没有点着灯 屋里的光线 也足够让我们看清 丽香英子的模样 她爬到我身边以后 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 看了足了数分钟 她突然诡异一笑 我眯着眼睛 从眼缝中看到她的嘴巴 越咧越大 一开始是微笑 然后变成八颗牙鹿齿笑 再然后 嘴巴像国外电影里的小丑 直接咧到了耳朵根 笑到后来 她的头上不见脸 只剩下了一张大嘴巴 一条青绿色的舌头 从她嘴巴里伸出来 缓缓向我的嘴鼻处靠近 嗯 别抢我鸡腿 我假装说梦话翻了个身 把脸转向了宋飞飞 丽香英子被我的手一扫 直接壁虎一样串上了墙壁 她的手像西盘一样 牢牢定在墙上 从我头顶爬到了乔墨鱼头顶 八爪鱼一般吸附在天花板上的 丽香英子 再次朝着乔墨鱼伸出了她的舌头 嗯 烤鸭真好吃 乔墨鱼梦意着翻了个身 把脸对向了睡在我们两人中间的宋飞飞 现在 宋飞飞成了丽香英子的目标 她还没处躲 我们俩紧紧地挤住她 让她没有翻身的空间 宋飞飞放在被窝底下的手狠狠掐住了我的大腿 她用力一拧 我咬牙忍住 乔墨雨却撕的一声 就在我准备跳起来和丽香英子大战三百回合时 门再次被推开了 丽香英子猴子一样窜到了墙角 躲在锤挂着的窗帘后头 这次进来的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贺茂浩广 她捏手捏脚地走向墙角的衣架 上面挂着我们的包和衣服 这是偷符纸来了 只可惜 符纸这东西我们向来是贴身放的 贺茂浩广翻了半天 啥也没翻到 转头将目标描向了睡在最外侧的我 她小心翼翼地走近 刚想伸手掀开被窝 我假装做梦 把手中握着的布兜 甩到了乔墨鱼脚跟处 贺茂浩广见状大喜 她绕过我走到乔墨鱼边上 准备去捡那布兜 就在她弯腰时 乔墨鱼伸出腿用力踢了她一脚 贺茂浩广就这么一把扯下窗帘 摔进了高大的的丽香英子怀里 啊 屋里顿时陷入混乱当中 贺茂浩广光着脚跑出屋子 立香英子紧随其后 我们三人也跟着追了出去 听到动静的夏伟齐也跑出了屋 所有人站在白血挨挨的院里面面相去 立香英子可怕的模样吓坏了夏伟齐 她英宁一声倒在贺茂浩广怀里 宋飞飞催了一口 别英宁了 你咋不问问为什么贺茂浩广 为什么会从我们屋里出来 夏伟齐一愣 贺茂浩广一脸正气 我之前就发现立香英子不对劲 晚上她果然化作妖怪 进了他们房间 眼下并不是贺茂浩广计较的时候 我对岛国的妖物认识有限 暂时还看不清立香英子是个什么东西 刚才的事情等等和你计较 咱们先对付这妖怪 贺茂浩广人虽然坏 却也不蠢 她点点头 拉开架势正准备召唤学女 立香英子捂着嘴咯咯咯笑了 他们三个身上可不止服录书呢 那小丫头怀里还有一本观星术 听到观星术 贺茂浩广的呼吸明显变得十分急促 立香英子声音粗雅 但说出的话却比海妖更能魅惑人心 你帮我杀了他们 我只要人东西归你 乔默语无语地看着贺茂浩广 你不会真相信这妖怪的话吧 老子观星还需要看书 立香英子继续加码 我看到那书的封题了 是一个叫袁天刚的人写的 听到袁天刚 贺茂浩广激动的眼珠子都红了 她咬破双手中指 在空中飞快地结了几个手印 不到三秒钟时间 雪女就出现了在空中 漫天飞雪中 她的滋容比之前看到的更为艳丽 这冰雪天气能极大的增强雪女的妖力 夏威奇对立香英子十分不屑 她冷哼一声 朝立香英子抬了抬下巴 区区妖怪还想挑拨离间 浩广哥哥可是阴阳师 怎么会和你这种妖物一起害人呢? 雪姬去 杀了这个妖怪 贺茂浩广笑了 她朝着雪女点了点头 雪姬去吧 夏威奇更得意了 她双手插腰 昂手挺胸地看着宋飞飞 宋飞飞 你看着吧 岛国的阴阳师才是最强大的 雪女飘在空中 双手一扬 数十根冰锥朝我们几人击舍而来 雪女肯定会消灭这个妖 夏威奇的下半句话噎在喉咙里 她不可思议得看着贺茂浩广 昊广 雪姬叛变了 这傻逼 叛你吗? 滚开 夏威奇摔倒在地 脸色惨白得看着脚边的冰锥 刚才如果不是宋飞飞 眼疾手快推了她一把 这冰锥已经刺穿她肚子了 不可能的 昊广最爱我了 是雪姬 一定是雪 夏威奇说不下去了 因为贺茂浩广已经抽出刀朝我冲了过来 我冷笑一声迎上前去 今天就让你这小日子知道 你祖宗永远是你祖宗 乔默雨拎着她的雷击令和雪女斗在一处 宋飞飞被丽香英子追得满长跑 而贺茂浩广则是被我单方面吊打 大威天龙 打狗棍法 贺茂浩广这小子全身十八个心眼 明明可以快速召唤雪姬 之前却假装漫长启动 而且她是个恋家子 之前还要装作虚弱无力的模样 只可惜她千算万算 我们的牛逼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 我黑黑一笑 加快了手中的动作 早点打残这个小日子 我好空出手来去帮宋飞飞 扑通 贺茂浩广重重地摔在地上 我宁笑着走向她 眼角却瞥见一抹黑色身影快速向我冲来 砰 我被这黑影撞出数米远 在地上滚了两圈才堪堪停下 这东西不是之前跑走的山童吗 看着她呲牙咧嘴的模样 我恍然大悟 宋飞飞 绿香英子是山老 山老又名山母 山鸡 是一种常年居住在山上的怪物 他们和山童居住在一起 会把旅人哄骗到家以后吃掉 山老最让人胆寒的地方 是她会读心术 能一眼看穿人心底在想什么 难怪立香英子三言两句 就能哄得贺茂浩广倒戈 山老和山童一样 都有着死穴 山童的死穴是头顶的生命之水 山老的死穴则是她的长发 那一头长发是她的力量圆全 头发越短力量越弱 而山老五行属木 金能克木 所以她和山童一样 也十分惧怕金属武器 宋飞飞马上把陶木剑换成了匕首 武器一换 她总算是占了上风 她是占了上风 我却从一对一变成了一对二 这山童虽然被我取走一半的生命之水 依然力大无穷 我被山童缠住 根本顾不上贺茂浩广 她在地上躺了一会 咬牙坐起身 走到了下尾棋身边 并用刀架住了她的脖子 兜住手 不然我就杀了她 我们几人都惊了 用自己女朋友威胁我们 这是什么脑回路 你们俩 把你们的秘籍交出来 不然我马上割断她的脖子 都是中国人 你们总不会见死不救吧 宋飞飞此时已经割断了立香英子一半的长发 她气急败坏地瞪着贺茂浩广 我和下尾棋已经绝交了 她的死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下尾棋听到这 苦涩一笑 随即闭上了眼 飞飞 是我瞎了眼 对不住你们 我认真看了她一眼 赞同地点点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你安心去吧 我肯定替你报仇 贺茂浩广傻眼了 你们不是名门正派吗? 竟然见死不救 乔默宇哈哈大笑 入乡随俗 你说的那是我们在中国的习惯 来你这里 就要向你们学习 我和你说 五雷号令 乔默宇说着话 突然转身对着雪女发出了重击 雷霆之力是一切妖物的克星 而是雪女这东西是都由寒冰凝结所化 她最大的弱点就是导电 雪女被雷机令击中的瞬间 我扑过去拍出一张压箱底的符纸 赤赤扬扬 日出东方 三位真火 浩荡无边 雪女身上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火光照亮了整个院子 贺茂浩广大叫一声跪倒在地 口中喷出大口鲜血 山童和山母为火 被火光吓住一动不动 我趁机倒光了山童的生命之水 山老也被宋飞飞剃成了光头 从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妇人成为了行将旧幕的百岁老人模样 贺茂浩广绝望地看着消失的雪女 眼珠子通红 完了 我完了 全完了 山童和山老被我们取走命远 枯萎在地成了两座根雕 我们几人围住贺茂浩广 他突然跪下对着夏伟奇泪流满面 是我对不住你 可我是爱你的 我被山老给蛊惑了才会做出那些行为 都是我的错呀 夏伟奇又气又恨 他张了张嘴刚想说话 贺茂浩广突然抱起他用力砸向我们 我们几人被夏伟奇撞了个猎切 就这么一瞬间的功夫 贺茂浩广周身弥漫起一股浓烟 一阵狂风吹来 他的身影跟着烟一起消失了 这家伙身上竟然有两个世神 贺茂家族在岛国权势极大 我们弄死了雪女 和他们家这粮子算是结下了 贺茂浩广一跑 我们几人也不再留恋 赶忙收拾东西下山 要是让他先回家 我们恐怕都没法顺利回国了 今天对我们来说是平常的一天 但是对夏伟奇来说 绝对是脱胎换骨 他从一个狗汉奸 变成了激进民族主义分子 因为下了雪 下山的路又湿又滑 十分难走 本以为夏伟奇会拖我们的后腿 没想到他却一骑绝尘 遥遥领先 每走一段路 夏伟奇就要停下脚步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们 你们还要在这片肮脏的土地上停留多久 听 那是祖国在召唤我们 起来 极寒交迫的人们 我又冷又累又饿又困 实在是走不快 夏伟奇喊完话 打了鸡血一般 扭头朝前跑去 啊!母亲!我们回来了! 下面给大家讲述下一篇故事《灵珠传》 棺材房 和朋友来到一个古怪的山村 组长给我们安排了房间 但要求我们遵守三条规则 一、天黑事后 不许出门 二、晚上如果有人敲门 别理 三、门槛坏了 一定要在天黑前修好 夜晚敲门声果然响起 快跑!你们住的是棺材房 你知道古代农村 为什么家家户户都有非常高的门槛吗? 不但有门槛 还会设置三级台阶 这样可是防止孤魂野鬼进入 因为传说中 孤魂野鬼是通过双脚 同时向上蹦着走的 如果台阶或者门槛太低 就会直接蹦进家里 一般的门槛都是设置在一寸二我 门槛越高 要挡的东西煞气越重 一寸高 一寸凶 你们看这门槛 足足有四寸四我 这说明什么?知道吗? 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蹲在一道老旧的门槛前 我正带着性子给他们解释农村造门槛的原因 这是一个使我偏远的小山村 偏远到地图上都没有显示 我们几人进山摘骏子 越走越偏 迷路事后 就来到了这么一处破旧的小山村 村里熙熙落落的盖了十几间土胚房 房子盖得使我简陋 每一间屋子都只有两米半左右的层高 看着使我压抑 可是比起房子的粗糙 那门槛却做得使我豪华 不但用了年份久远的陶木 上面还刻了先天八卦图 说明这地方雨水多 下雨时水容易倒灌进房子 周林军抢先回答 答完还声我冷哼了一声 别搞那些封建迷信了 我可是哈佛大道商道院毕业的 没宋菲菲好骗 哇!林军哥哥好棒! 秦冉拍着手一脸仰慕地看向周林军 眼中直冒粉红泡泡 周林军和秦冉是一生情侣 两人惊晓在国外长大 这次回国是代表家族和宋家谈合作 合作谈得很成功 宋菲菲爸爸高兴之余 就要求宋菲菲带着两位公子小姐出去玩 秦冉说 经济平常最喜欢在网上看博主直播摘骏子 于是我们几人就直接飞到了云南 骏子没摘到多少 秦冉菲说经济看到了一只兔子 他追兔子 周林军追他 我和宋菲菲只能跟上 跟着跟着 几人就全都迷路了 阴雨天气 林子里的树长得又高又密 实在是难事辨别方向 幸亏运气好 还能碰上一个小山村 待会儿遇上村里人 让他们带个路 我们就能下山了 我懒得和周林军争辩 拍了拍手站起身 什么哈佛耶鲁 就连牛顿最后都研究神道去了 所谓的封建迷信 有时候只是磕到尚未触碰到的地方 胡说 一道苍老粗雅的声音响起 把我们几人都吓了一跳 我转过身去 看到一个脸上画着油彩的老人 老人大概六七十左右 头发花白 在头顶扎了一个稀疏的发际 他脸上除了眼睛视外 露出的地方都画上了鲜艳的线条 看不清长相 老人手中握着根灰不溜秋的烟杆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会 才低声问道 你们 是怎么进这村子的 周林军牵着秦冉的手上前一步 你这大爷说话好奇怪 我们竟然是走进来的了 大爷抽了口烟 他的神情隐藏在缭绕的烟雾中 看不真切 今天太晚了 明天再让人送你们下山吧 村里有三条规矩 你们一定要遵守 秦冉有些不满 他嘟着嘴巴扯了扯周林军的袖子 可是现在才下午三点多呢 大爷瞪了他一眼 身时已到 阴长阳霄 来回路上要三个小时 村里人必须在天黑前回屋 既然要麻烦人家宋下山 竟然得跟着他们的时间来 秦冉虽然有些娇气 但是教养良好 哪怕心里不愿意 也没再说什么 宋飞飞深吸一口气 转头向老人挤出一个笑容 还没请教老人家尊姓大名 还有 村里的三条规矩又是什么 他忍了秦冉和周林军一路 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但是没办法 谁叫人家是金主爸爸呢 狗大户终于也有看人脸色的时候了 真是风水轮流转 老人是这片小山村的族长 他让我们喊他岁老 岁老吐出口烟雾 蹲下身用手拍了拍门槛 一 天黑事后 不许出门 二 晚上如果有人敲门 别理 三 门槛坏了 一定要在天黑前修好 说完 岁老站起身 将脸转向周林军 年轻人 这门槛能保你们的命 他可不是用来防水的 周林军张了张嘴 到底是没反驳 岁老带我们来到了一处废弃的房子 让我们在里面将就一晚上 记住 如果想活命 天黑事后一定别出这屋子 这屋里漆黑一片 连个窗都没有 屋脚放着一张简陋的木板床 此外 只有一张瘸腿桌子和两条凳子 屋子也不知道多久没人住了 一摸一手挥 咦 脏死了 秦染使我嫌弃 他拉着周林军的手扭着身体撒娇 林军哥哥 人家不想住这里吗 你看看这环境 周林军温柔地拍了拍他的头 乖 既来之则安之 我待会就去打水打扫一下房间 秦染眼泪汪汪地看着他 林军哥哥 你生小冉真好 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 只要和你在一起 什么苦我都能吃 宋飞飞再也忍不住 干呕一生 哦 爱情 秦染插着腰跳脚 宋飞飞 你说什么 宋飞飞挤出一个笑容 张开双手大喊道 啊 爱情 美好的爱情 宋飞飞喊完 荆棘都被荆棘恶心地够呛 我去打水收拾房间 他拉着我陶冶式地离开屋子 好似身后有野狗在追 我真是宁可撞鬼 都不愿意看见他们腻歪 真的恶心的我 鸡皮疙瘩掉一地 别乱说话 我一把捂住宋飞飞的嘴 虚 千万别在深山老林和晚上提那个字 容易招来大家伙 宋飞飞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四周 扒拉开我的手低声问道 村子不生进 深山老林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古怪的山村 竟然是不生进的 而且刚才的房子一进门 就让我浑身不舒服 宋飞飞有些焦急 秦冉和周灵军可是带着大投资回国的 他们俩绝声不能出事情 于是我们空着手又急匆匆跑回去了 我率先跨进门 随即大叫一声退了出来 宋飞飞吓坏了 他惨白着脸看向我 我生无可恋地朝他摇了摇头 宋飞飞说话都磕巴了 出 出事了 他咬了咬牙 毅然决然跨过门槛走进了屋子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们继续 宋飞飞恍恍惚呼呼出来了 我朝他咧嘴一笑 你觉得是秦染白 还是周灵军白 宋飞飞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他们哪个白我不知道 你是真黑呀 过了没一会 周灵军拿着条毛巾 衣衫凌乱红着脸出了门 村子附近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潭 那水深的发绿 一眼望不到底 我和周灵军打完水回村 能明显感觉到路上一直有人在看着我们 你们怎么还不回去 快回去 天马上黑了 组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们身后 他目光阴沉地盯着我们 视线在周灵军身上停的时间尤其漫长 我们两人几乎是被组长推着回屋的 他还朝我手里塞了两只蜡烛和一个老旧的火柴盒 记住 要想活命 不管谁敲门都别打开 封闭老旧的屋子 桌角上燃烧的蜡烛散发着冷冷的白光 我好想回家 这个村子好吓人啊 秦染蜷缩在周灵军怀里撒娇 周灵军皱着眉头 我们还是趁着天黑走吧 我感觉这村里人奇怪得很 这种深山老林就算报警了 等警察找到我们估计都要一天时间 那老族长神神叨叨一惊一乍的 谁知道他们晚上会做什么事情 秦染是周灵军的跟屁虫 周灵军要走 他立刻跳起来收拾东西 这山林树木茂密 晚上还不知道有多少野兽出没 天亮时我们都找不到路 更别提天黑了 宋飞飞耐着性子劝了半赏 周灵军还是坚持要走 咚咚咚咚咚 有人吗 开门呀 一道娇媚的女声突兀响起 嗓音勾人 听得人心里发痒 我们几人疏然转头 一起朝大门看去 外头的人显然使我有耐心 每隔两我中就会连扣四下门 我们几人宁神秉息站在屋内 谁都没有说话 开门呀 我是来救你们的 我知道你们在家 快给我开门 周灵军有些憋不住了 他撸起袖子就要走上前 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外头装神弄鬼 我一把拉住了他 神情严肃 人敲三下门 鬼才敲四下门 你忘了组长说的话了 门外的人也听到了我的话 他提高嗓音 语气有些急切 我真是来救你们的 你们住的这房子 是个梅花棺材房 我心下一惊 背上冷汗顿时下来了 宋飞飞举起蜡烛照了一下屋顶 墙角上截着厚厚的蜘蛛网 他站在凳子上 举着扫把清理了一下墙角 发现墙角竟然是梅花般的弧形 这屋子前高后低 四面无窗 墙角还是梅花般的弧形 确实是梅花棺材房无疑 所谓棺材房 就是没有窗户的房子 又称死气房 房屋的大门如人之嘴 其窗户如人之嘟门 最除了进食 就是进气的 窗户如人之嘟门排气 是排废气 毒气的 一旦没有窗户 屋子里的废气死气排不出去 就会进入人的体内 棺材房阴气极重 活人如果在里面住上三天 身上就会开始长石斑 等住满七天 阴气灌体 神仙难救 我本打算在这屋里住上一宿 第二天下山了再为大家拔出体内阴毒 可如果这是梅花棺材房 那我们必须马上就走 梅花棺材房是棺材房中煞气最重的一种 通常只有暴毙横死之人 下葬时才会采用梅花棺 飞飞 收拾东西 我们得走 嘎吱 就在我转头和宋飞飞说话时 秦冉已经走上前打开了房门 呀 好多人呢 奴家给各位公子小姐请安了 我呆呆地看着门口站着的年轻女孩 她穿着条红色的齐腰如裙 长发及腰 打扮得古色古香 在我这一辈子从未看过如此角色 不管是容貌脱俗绝尘的师尊 还是气质清冷如玉的梨烟 都比不上眼前的女子 她的美是极富侵略性的 五官名艳 曲线妖绕 美得惊心动魄 倾国倾城 见我们几人不说话 她捂着嘴娇笑一声 眼波流转 最后看向了我 奴家归名水姬 是这个村子的人 我们几人被水姬的绝世容颜所舍 一时间没没人出声 那老族长最喜欢把外乡人骗进棺材房中加害 你们几个快快随我出去吧 宋飞飞三人晕呼呼地就要跟着她走 我一把拉住宋飞飞 等等 宋飞飞烦躁地甩开我的手 这位神仙姐姐如此漂亮 不听她的话 难道还要听那丑组长的 这似曾相似的感觉 有些熟悉 我不由地想起 上次宋飞飞被因缘线缠上时 也是这幅模样 想见第三步 我在直播间卖符 我拎着宋飞飞转了个圈 上上下下仔细检查了一遍 没有看到月老的因缘线 哎呀 灵珠你干嘛 宋飞飞拍掉我的手 转身又想跨过门槛 可别让神仙姐姐久等了 秦冉和周灵君也逐渐暴躁 陆灵珠 你快让开啊 别挡着我们和水姬说话 这屋子本就狭小 我和宋飞飞拦在门前 刚好堵住了他们的路 这三人实在是太不生进了 我背伸着他们双手撑开挡住路 眼睛死死地盯着水姬 门开着 你可是走进来 水姬不动声色地 瞥了一眼门槛 笑着摇了摇头 这可是棺材房 奴家才不敢进呢 你就别为难奴家了 她娇媚地撑了我一眼 被她眼神一扫 我感觉荆棘好像做了件很糟糕的事 差点要走上前拉着她的手道歉 我用力咬了下嘴唇 嘴里弥漫的血腥味让我清醒了极我 这女人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 让人愿意为了她赴汤蹈火 哪怕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哎呀灵珠 你为什么惹水姬生气 你快让开啊 宋飞飞走上前推我 我烦不胜烦 转身直接一招排山倒海 把三人全都推到了地上 你既然知道这是棺材房 那就应该清楚 只有关着门的棺材房才危险 反正没有危险 不如进来做做 水姬白皙纤细的手指绕着头发 眼神有些称怨 她半侧着脸垂下眼眸 表情寂寥而落寞 姑娘这是不相信奴家了 罢了 既如此 奴家走就是了 看到她失落的模样 我感觉荆棘心都要碎了 宋飞飞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蹦起来 快扑到门口时被我一把抱住了腰 神仙姐姐 你别走 我用力抱着宋飞飞的腰 全身的肌肉都紧绷着 和水积呆的时间越长 我越控制不住荆棘 她身上有一种魔力 我感觉 荆棘快要爱上她了 最为可怕的是 在她身上 我完全看不出任何妖气 灵珠 你放开我呀 神仙姐姐真的要走了 宋飞飞拼命挣扎 双腿乱蹬 我们两人就站在门边 她这一蹬一踢 门槛从中间断裂 有半截竟然直接飞了出去 我心下大害 一把推开宋飞飞 宋飞飞 你干的好事 水姬捂着嘴娇媚一笑 拎着裙子从那半侧没门槛的地方 摇曳声姿地走了进来 这时秦染和周林军总算是从地上起来了 他们两针先恐吼地跑过来 一人拉着水姬的一边手臂 水姬 快进来 秦染抢先开口 周林军有些不悦地皱了皱眉 她拍开秦染的手 一把将水姬拉进了荆棘怀里 水姬 你从这边走 白天还恩爱无比的情侣 眼下却为了一个陌生女人开始争风吃醋 宋飞飞也加入了吃醋大军 周林军抢得过秦染 却抢不过宋飞飞 他们两亿人拉着水姬的一只手 炒得面红耳赤 不可开交 水姬跟我走 不 神仙姐姐跟我走 水姬眼波流转 扫了我们几人一圈 奴家只有一人 除非把我砍成两半 不然呀 只能跟你们其中一人走 周林军愣住了 他低声呢喃道 砍成两半 砍成两半 就能我到一半水姬了吗 周林军的呼吸逐渐急促 眼神也变得疯狂 宋飞飞已经去登山包里翻匕首了 我们上山时为了防身 带了好几把军刀 宋飞飞 你疯了吗 宋飞飞从包里翻出一把匕首递给我 声音如海妖般魅惑 我 灵珠 杀了她 水姬的头给你 头 水姬的头 归我 我转身回望水姬 她眉眼如丝 勾了勾唇角式后 朝我眨了下眼 我的心脏开始疯狂跳动 脑海中不停翻滚着一个疯狂的念头 我要得到水姬 哪怕是她身体的一部我 灵珠 拿着 宋飞飞将最锋利的匕首塞进我手里 我握着匕首站起身 一步一步缓慢朝水姬走去 我僵直着身体 因为激动 手臂微微颤抖 周灵君和秦冉拉着水姬 眼神狂热而痴迷 灵珠 快动手啊 快啊 秦冉不停地催促我 周灵君更是直接把水姬推到了我面前 水姬握着我的手 把匕首架在荆棘的脖子上 她的手滑腻冰凉 入手带起一股寒意 这股寒意让我清醒了过来 就在我想把匕首扔掉时 水姬用另外一只手捧住了我的脸 你叫灵珠吗 真好听 灵珠 你想不想拥有我 水姬绝美的容颜彻底蛊惑了我 这一刻我理智尽尸 啊 我的匕首狠狠划过水姬的脖子 她的鲜血从脖梗处喷出 浇了我一脸 我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的血字 有一股淡淡的腥味 水姬浑身是血的趴在地上 身段妖娆阿挪 高低起伏如山丘 她的半边脸都被染红了 像擦了一片艳丽的胭脂 你们还在等什么 过来啊 鲜血没有丝毫降低她的美貌 反而让她越发娇艳 犹如沾了血的玫瑰 宋飞飞几人不受控制般 举着匕首走近 我们四人团团将水姬围住 所有人都平住呼吸 就像厨师小心翼翼的切割最昂贵的食材 我曾听过有些爵士美人柔弱无骨 我想他们一定没有水姬软 她是真正的没有骨头 刀子割过时就像切豆腐般毫无阻碍 当屋外响起第一声鸡鸣时 我才清醒过来 桌上的蜡烛已燃尽 只余下两滩黄色的蜡烛油 我的衣服早就被鲜血浸透 又黏又湿地贴在身上 我这才惊觉 荆棘已经在地上哭作了整整一晚 而且手中还一直捧着水姬的人头 当我伸上水姬的眼睛时 再次陷入了痴迷 她可真美啊 我愿意一辈子就这么看着她 什么也不做 你 你们杀了水姬 老族长的声音又急又气 她惊恐地瞪着我们 一边喊话一边快速后退 来人 快来人 封住这大门 要快 村里人生怕我们逃走 全都举着菜刀和锄头围了过来 但是我们几人都没动 宋飞飞她们更是眼皮都没抬一下 宋飞飞宝贝一样 把水姬的上半身抱在怀里 此时她正如痴如醉地摸着水姬的手 真美啊 手如柔蹄 肤如宁芝 我转过头 看向秦冉和周林军 他们俩一人抱着一只水姬的腿 周林军更是脸色驼红 像吃醉了酒 有美人稀 在水一方 倾国倾城 见之妄俗 她低难完 恶狠狠一口咬在那白皙纤细的大腿上 屋里没有窗子 光线使我昏暗 原本土黄色的泥地早就被染成了红色 狭窄的土屋宛若人间炼狱 我们所有人捧着水姬的尸体 浑身是血 神情猙獰 就像是来经地狱的恶鬼 族长脸色使我难看 她皱着眉视线在我身上顿了一下 这才转过身 压低音量声 其中一个年轻人招了招手 你去把我家的门槛拆过来 年轻人吃了一惊 却还是听话的朝族长家跑去 我知道族长想把我们永远封死在这屋子里 可是我不在乎 只要能和水姬在一起 我什么都可是不要 灵珠 就在这时 我手在捧着的人头突然说话了 水姬转了转眼珠 雨气有些哀怨 奴家不想待在这屋里 灵珠 你能带奴家出去吗 我轻轻摸了摸她的黑亮的头发 温柔一笑 水姬想去呢 咱们就去呢 说完我捧着水姬的头 将她放进了背包里 拉上拉链事后 极为小心地背在身后 宋飞飞几人也听到了水姬的话 纷纷开始站起身装包 我们背的登山包不够大 周林军只能动手 把水姬的腿砍成了三块 别过来 我站起身没走两步 组长立鹤一声 朝我举起了手中的菜刀 你们知道 带着水姬出去 后果有多严重吗 你们会害死所有人的 我有些不高兴 胡说 水姬这么善良 她才不会害人呢 宋飞飞也点点头 你才是害人精 弄个棺材防响害死我们 我继续朝前迈步 走到那坏掉一半的门槛时 却怎么也抬不起脚 我呆呆地看着荆棘的脚 心中有些迷惑 只有饿鬼才跨不过这门槛 我作为毛山子弟 为什么也跨不过这门槛呢 我不死心地试了一次又一次 宋飞飞一把扯过我 你傻呀 咱们可是走这边 我感觉我的脑子好像是有点不生进 但是又具体说不上来 哪里不生 见我们几人要出门 村里人如临大敌 组长急得团团转 门槛呢 门槛拿来了没有 可是来不及了 因为我已经率先走出了屋子 一个个还愣着干嘛 还不给我上 组长一声灵下 村里人全都扑了过来 村里人虽然多 但是大多数都是普通人 拳脚软绵无力 打在我身上跟脑痒痒似的 组长 门槛来了 一个年轻男孩气喘吁吁地抱着一人高的门槛 跑了从远处跑来 组长大喜 他一把抢过门槛 竟然举着他像棍子一样朝我挥来 此时我已经快突出村里人的包围圈了 他们那几下软脚虾式的出拳 实在不是我的生手 要不是我不想伤人 只想带着水积出村 这些人早就倒下一片了 所是当组长抱着门槛朝我打来时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甚至连躲都没怎么躲 身后恰好有人举起菜刀砍向我 如果我躲了 那刀子会砍中水积的 我受伤没关系 水积可不能有事 哎呀 我惨叫一声跌在地上 被门槛打中的地方像火烧一样疼 我撩起袖子 看到荆棘被门槛打中的皮肤上 居然被烫出了水泡 那门槛有驱邪降妖怪的作用 可我不是斜碎啊 见门槛效果这么好 村子里机灵点的年轻人 纷纷跑回家取门槛 组长拼命挥动门槛 我被他打得连连后退 眼看着就要退回屋子里 关键时刻 宋飞飞背着包冲了过来 组长毕竟年纪大了 动作迟缓没有我们灵活 再加上刚才村里人跑掉了大半 他一人防着我们四人 逐渐有些力不从心 啪 啊 周林军和秦燃两人 被组长赶回了屋里 尤其是秦燃 被打得鬼哭狼嚎 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这门槛抽在身上 确实不是一般的疼 那是一种连灵魂都被灼烧的痛苦 被打中的皮肤又痛又抹 为了不让荆棘像秦燃那样丢人 我咬的牙都快碎了 下嘴唇早就被咬破了皮 飞飞 我拦住他 你先跑 我把荆棘背包扔给宋飞飞 内心涌起一阵巨大的悲凉 水姬要暂时离开我了 真舍不得呀 可是她想出村子看看 那纵然拼上我这条命 我也要实现她的心愿 宋飞飞犹豫了一下 她不舍得看了我一眼 狠了狠心 转头朝相反方向跑去 我活动了一下手脚 抱着必死的决心 朝老族长扑了过去 老族长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她被我踢中 在地上狼狈地滚了几圈才停下 我趁着这个机会 转身想跑 老族长却大吼一声 跳上了我的背 我们两人扭打在一起 也是我倒霉 恰好滚到了门槛上 那门槛压被我压在身下 我感觉荆棘仿佛躺在一座 正在喷发的火山上 痛实在是太痛了 我汗如雨下 眼前的所有事物都变得模糊 老族长猙獰的脸 逐渐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一张清理绝伦的脸浮现在我眼前 师尊 师尊 我杀人了师尊 我大叫一声 从地上跳起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荆棘沾满鲜血的双手 我在做什么 我杀人了 我杀了水鸡 我为什么要杀他 啊 膝盖上挨了重重一棍 我跪倒在地上 眼角余光 瞥见好多人影 朝我围了过来 村里人拿着门槛回来了 宋飞飞没跑出两步 也被他们抽了回来 双拳难敌四手 更不要说他们手上 还有克制我们的法宝 我们四人再次被关进了屋里 这次 屋子上的门槛足足有九寸九我高 进屋事后 宋飞飞宝贝一般捧着水鸡的头向我走来 别过来 我刚一升上水鸡的眼睛 心脏就开始疯狂跳动 为了让荆棘保持清醒 我连滚带爬 扑到门槛边 当手摸到门槛时 熟悉的剧痛再次传来 身体虽然疼痛 我的意识却越来越清醒 我再次转头看向水鸡时 不由地想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富江 富江是日本的一部恐怖漫画 女主名字叫穿上富江 富江是一名女高中生 长得美艳无比 任何看到她的人都会生她心生爱慕 这些爱到后来会变成极度的占有欲和极度 导致他们杀死并肢解富江 而这就是富江的繁殖手段 他引诱人们疯狂地爱上他 并变态地杀死他肢解他 富江被肢解事后 所有的头发、身体、骨骼、血液 都能重新长成另外一个完整的富江 这些富江可是共享记忆 拥有独立的行动能力 富江越多 他们的能力就会越强大 水姬显然有着和富江相同的能力 快快去拿柴火 还有松油 村里人在老族长的指挥下四处跑动 我坐在屋里看着他们忙碌 心里焦灼不已 桃木为柴 松油燃火 这烧的可不是普通的要挟 桃木和松油 都是致阳之物 用这两个东西烧起来的火 又称之为甲丁阳火 这火不但可焚尽一切肉身 还能焚灭灵魂 看他们这阵仗 水姬肯定是了不得的大妖 可是他身上 为什么丝毫没有妖气? 组长,商量一下 能不能别烧我? 我站起身 双手放在嘴边 朝他大喊 我是一个道士 之前被这女妖所迷惑 现在已经恢复清醒了 我帮你们烧死他 你放我和我的朋友走吧 组长冷哼一声 目光森然 水姬,这么多年了 你的套路一点都没变 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叹了口气 像水姬这种妖物一旦放出去 后果确实不敢想象 这也是组长当初把我们几人 关进这棺材房的原因吧 她是宁可错杀三千 绝不放过一个 看来 只能再想其他办法了 我折回屋子深处 宋飞飞正痴痴地捧着水姬 脑袋发呆 我用尽所有力气 才控制住荆棘没去看水姬的脸 哎呀你放开我 我要看水姬 你别拉我 宋飞飞拼命挣扎 我无视她的反抗 硬是拖着她来到了门槛边 啊 宋飞飞被我压在门槛上 痛得浑身抽搐 我把手电筒塞进她嘴里 防止她因为剧痛咬断荆棘舌头 这门槛不是普通的桃木 之前是我小看她了 她应该是用雷姬木做的 而且浸泡过特殊的血 才能有这种功效 老族长神情复杂地看着我们 直到宋飞飞翻着白眼停止了挣扎 她才上前一步蹲下身 别怪老朽滥杀无辜 你们身上早已沾满了水姬的血 她的血可是寄生 哪怕你现在短暂恢复了清醒 也没法踏出这门槛一步的 一旦放你们出去 你们就会变成第二个第三个水姬 小友 你既然是盗门中人 竟然该是深殉道 组长说完 后退两步朝村里人摆了白手 扔松油 准备点火 我确实跨不出这门槛 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荆棘和宋飞飞死在这儿 疼好疼 宋飞飞气若油丝 脸色惨白 她眼神迷离地盯着我看了一会 目光渐渐变得清明 卧槽 卧槽 我们杀人了灵珠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办 宋飞飞急得团团转 屋外组长他们已经在架彩火了 而且村里人还不时朝屋里扔一块一块雪白的松油 一旦这火点起来 我们再无逃出去的可能了 灵珠 水鸡不想死 求你救救奴家 水鸡话音刚落 秦冉和周林军两人就冲过来一起扯着我的袖子 你救救水鸡吧 求你了 生 我给你磕头 只要你能救水鸡 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周林军真的跪在地上一下一下磕起了头 我看到他们俩觉得头更痛了 为了避免水鸡再生事情 我直接在他嘴里塞了一块毛巾事后把它装进了包里 我和宋飞飞两人把周林军他们压在门槛上 俩人鬼哭狼嚎了一阵事后 逐渐停止了挣扎 村里人生怕火烧到一半没能烧死水鸡 唆使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木材 这些木材一时半会搬不完 也给我们几人留下了充足的时间 周林军脸色惨白地坐起身 他晃了晃脑袋 步履亮呛地站了起来 周林军 你想干嘛 周林军的神情实在是有些奇怪 我心底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测 卧槽 宋飞飞惊呼一声闪到一边 我也被周林军吓得够呛 他竟然从裤脚里摸出了一把枪 而且毫不犹豫朝着老组长扣动了扳机 砰 枪声震慑住了所有人 周林军开完枪 秦冉从他身后走出来 手里还提着条麻绳 他像套马匹一样轻轻松松就把绳索扔在了老组长身上 然后和周林军一起把老组长拖到了我们屋里 事情发生得极快 几乎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周林军的匕首已经架在老组长脖子上了 叫你族人全都住手 灵珠 我们 我朝宋飞飞使了个眼色 周林军和秦冉 我明是有功夫在身上的 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放开我们组长 村里人都慌了神 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 周林军笑了笑 残忍地用手撕开老组长大腿上的伤口 啊 老组长惨叫一声 大腿上竟然渗出黄色的枝叶来 他的血是黄色的 周林军挑了挑眉 得意地笑了 你 就是太张吧 老组长骇然地看向他 满眼惊恐 你 你到底是谁 秦冉饶有趣味地蹲下身 拨弄着老组长的伤口 呀 你竟然真的是传说中的太岁啊 我和宋飞飞四目相声 一脸震惊 老组长是太岁 那可是太岁啊 太岁 又称之为肉灵芝 传说中 吃了可是活死人 肉白骨 老组长满脸苦涩 他争冲地看着周林军 你是周平重孙吧 老组长名字叫太张 是个一等一的冤大头 他修炼成人形 事后被人识破身份 遭到了围猎 这村子的组长救了他 他也从此在村里住了下来 开始还着人情债 太张用荆棘的血肉救了村里一代又一代人 可当他太岁的身份被村里人知道后 村里人却生他展露了獠牙 没人能拒绝得了太岁的诱惑 村里人为了抢夺太张 开始互相厮杀 太张只能带着一小步我不愿意参与厮杀的村民隐居搬迁 就这么搬着搬着 村子越搬越小 太张的力量也越来越弱 后来村里有个年幼的孩子生病 太张为了救他 把荆棘的太岁精血给了他 他长大后不愿待在村里 偷偷下山进城去了 而周林军就是他的虫孙子 多亏了你的精血 我太爷爷可是整整活了110岁呢 要不是出了车祸 也许他能活到200岁 周林军的眼神逐渐疯狂 他举着匕首死死抵住组长的脖子 太爷爷的遗愿我终于完成了 太爷爷说的声 只要找到你 我周家就可是保住世代富贵 呸 我重重的一口唾沫吐在地上 这都是什么人啊 简直是畜生 是愿报得 桑尽天良啊 宋飞飞也点点头 丧心病狂 无耻至极 太张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和宋飞飞 两位小友 我很谢谢你们替老朽打抱不平 可是你们的手 能不能从我大腿上拿开 我善善地缩回手抹在脸上 太碎血可破世界一切阴碎 有了他的血 我们身上沾染的水积血液 就没法再寄生了 哈哈 我到门中人 最讲究节约 您看您流这么多血 多浪费啊 宋飞飞继续点头 浪费是可耻行为 我们要坚定杜绝 哼 秦燃冷哼一声 表情有些不屑 什么名门正派 还不是在这占小便宜 宋飞飞听到这话 立刻就炸了 卧槽 你们这生狗男女 还好意思说我们 什么抓兔子抓迷路 我明就是故意进的这村子吧 我说呢 这村子肯定布了结界 为什么周林军能带我们进来 因为他身上流着那 忘恩负义的太爷爷之血呢 只是他们没有料到 千辛万苦进了村 却碰见了水积 周林军皱着眉横了我一眼 朝秦燃使了个眼色 秦燃立刻从靴子里摸出 把左轮手枪生着我 本想着带你来还有点用处 没想到你这么没用 你们既然已经知道太岁的事情了 死人才能保守秘密的道理 该不会不懂吧 村外的人已经全都围了过来 当听到老族长是传说中的太岁时 他们的眼神也逐渐变得狂热 太张满目沧桑地看着他们 表情越来越苦涩 我的秘密保不住了 这地方我不能再留了 在经历多次背叛时候 太张终于盗会了隐瞒 村里人一代代出生又死去 知道他秘密的人已经全都不在人世 大家都是为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族长而已 所事之前 太张宁可烧死我们几人 也不愿意暴露他是太岁 他的心早就在一次一次无尽的背叛中 冷硬如磐石 周林军拉着太张站起身 乖乖跟着我走吧 周家会好好供奉你的 秦冉 动手 秦冉凝笑着朝我扣动扳机 只是还没等子弹射出 一颗人头已经飞到了他身前 秦冉看着水击的脸 再次陷入了呆滞中 我拉着宋飞飞朝门口飞速冲去 村里人没有拦住我们 而是热切地拥到屋子前 生怕太张跑走 我和宋飞飞跑到人群后 爬上一棵大树探查情况 灵珠 你说那水击怪邪门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强忍着恶心 胸口有一股浊气在翻腾 我没猜错的的话 水击应该是成了精的水质 宋飞飞人都快裂开了 水水质 马皇 哦 这村子后山有一片水田 水击应该就是田地里的水质 村里人多多少少都被太张救过 身上残留着太张的血肉 他常年吸食村里人的血液 太岁的血肉给了他力量 让他得是化形成人 因为他是吸食太岁血液成的妖 所是身上丝毫没有妖气 太岁是与天地同在的生物 非人非妖 非鬼非仙 他的血肉声所有人都有着非凡的吸引人 所是我们看到水击 才会想要毁灭他占有他 不可能 我决生不可能爱上一条马皇 宋飞飞坚决不肯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我只能发出灵魂拷问 你切他身体时难道没发现吗 他不但没有骨头 血还是黏乎乎的 别说了 哦 看到宋飞飞清白交加的脸色 我的心情总算好了一点 宋飞飞干呕一阵 事后擦了擦嘴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拯救太岁 消灭水击 呸 消灭水质 太岁得天地精华而生 不死不灭 不老不朽 所是假丁阳火 能烧死水质 却烧不死太岁 我从树上滑下来 偷偷挤在人群最后 周林军和秦燃已经带着太张跨过了门槛 他们身上涂抹了太张的血 那门槛竟然生他们无效了 村里人围着房子不肯让他们走 秦燃举着枪 却不敢轻易动手 他们距离太近了 能打死几个 却打不死所有人 而且村里人都还举着锄头菜刀等武器 一旦正面爆发冲突 他们俩也很难全身而退 这些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太张身上 竟然没有人去管那水质 就在他们生治时 宋飞飞拐到屋后点燃了彩火 什么味道? 周林军率先发现了不生进 但是晚了 别过来 我开枪了 我和宋飞飞胸前一人横举着根门槛 把村里人像推道鼓一样朝屋子推去 我们俩动作很快 村里人又毫无防备 当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朝着屋里滚去 周林军挟持着太张 和秦燃两人被众人推挤到了屋内 不好了 着火了 快出去啊 你们快出去 我和宋飞飞两人守在屋外 跑出来一个用门槛打进去一个 周林军的枪早就不知道掉哪去了 他狼狈万我的挤到门口 陆灵珠 你敢滥杀无辜 我嘿嘿一笑 想道德绑架我 嘿嘿 老子没道德 再说了 你们屋里这些全都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就算杀了 也掉不了多少功德 我多救几个人就补回来了 功德嘛 就是拿来消耗的 哈哈哈 火烧得很快 周林军这下是真慌了 村里人也都哭喊成一片 你 你要怎么样才能放我们出去 我举了举手中厚重的门槛 简单 我只要太张 周林军僵持着不肯答应 村里人却奋力一起把太张推了出来 火势蔓延得极快 这屋子又没有窗 浓烟密不熏的人睁不开眼 我趁着太张出来时 和宋飞飞一起用门槛把他们像沙丁鱼般再次推进了屋里 屋里的人东倒西歪跌成一团 我顺手关上门 在门锁上飞快地系上条粗麻绳 这绳子够粗 能坚持不少时间 等周林军他们出来时 我们早就跑没影了 太张脸上的油彩早就被熏黑了 衣服也被烧没了一半 他坐在地上剧烈喘气 说什么都不肯再跟我们跑了 这才跑多久啊 你这也太没用了 太张气鼓鼓地瞪着我 我们太岁本来就不擅长走动 一个地方可是待上千年 宋飞飞好奇地看着他 你们太岁不是不老不灭吗 你为什么是个老头 这家伙可真没礼貌啊 我不赞同地横了他一眼 转头看向太张 还是个跑不动的老头 太张眼神落寞 我曾经爱过一个姑娘 为了避免被村里人和周林军他们追上 我只能一边背着太张跑 一边听她讲故事 她爱上了一个普通女人 为了不让她知道荆棘是太岁 就跟着她一起变老 后来那女人死了 她就一直保持着这幅模样 不愿意改变 那女人正是当初就她之人的妹妹 因为这份感激和爱 所是她一直替他们守护着这个小山村 行了 跑不动了 你荆棘走吧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剧烈喘气 宋飞飞也累得跟狗一样 太张站起身挠了挠头 走 去哪里 我翻了个白眼 去人少的地方 你爱去哪里去哪里 太岁本就是天地精华 天生地养 竟然该肆意又精油地行走在这时间 太张听到我们要放她走时 愣住了 我 我可是太岁啊 宋飞飞喘着粗气 是是是 知道了 你最了不起 我拉着宋飞飞朝村子的方向走去 还不忘朝太张摆摆手 快点走吧 小心些 别再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了 虽然之前放了一把大火 但是那水质也不知道彻底烧死了没有 我不放心 得回去看看 我们走了一段路事后 太张又追了上来 他认真而又慎重地把一个布包递给我 我捏了捏 里面像是放了满满意都卖力 这是啥? 太张有些骄傲 他昂头挺胸地看着我 我太张做人 向来有恩必偿 这是我几千年来闲着无聊剪下的指甲 你好好收着 这东西 不管是拿来入药 还是泡茶好 都是极好的 说完也没等我们反应 就朝山林深处大步而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我们眼前 我和宋飞飞的表情都有些一言难尽 我想了想 摸出手机给乔墨雨打了个电话 乔墨雨 我搞到一块太碎肉 送你一点泡茶喝 当然是真的了 喝了可是延年益寿的 一般人我还舍不得给她呢 当我和宋飞飞再次回到木屋时 那屋子只剩下了一栋废墟 周林军和村里人早就不见了踪影 估计是跑出去找太张了 我走进屋里仔细查验了一番 确保那水质已经彻底烧成灰烬后 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宋飞飞沉着脸用棍子拨了拨屋里的灰 嘴里不停骂着周林军和秦冉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没事 他们的账 咱们回去事后慢慢算 我颠了颠手中的包裹 这一趟 总算是没有白来 乔墨雨接到我的电话 高兴坏了 没过多久 又美滋滋地给我发了好多信息 说为了感谢我 要请我去泰国旅游 我看着不停闪现的信息 心中有些疑惑 飞飞 你说乔墨雨那狗东西 真有这么好心请我旅游 宋飞飞想了想 认真说道 应该和你给她太岁指甲一样好心吧 我重重一拍她的肩膀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我倒要去看看乔墨雨 到底给我安排了什么涉滑游 下一步泰国行 敬请期待 下面给大家讲述下一篇故事《灵珠传》 狗头满 和朋友坐游轮去泰国玩时 刷到一条新闻 珍珠号游轮被神秘海怪袭击 轮船沉没 神秘消失在大海上 可我们坐的游轮就是珍珠号啊 哇塞 漂亮吧 怎么样 这房间满不满意 乔墨雨一把推开房门 夸张地举起双手 发出一阵惊叹声 一向抠门的乔墨雨 前段时间不知抽了什么风 一定要请我和宋飞飞去泰国玩 不但请我们玩 还全程包吃包住包邮 我们俩拖着行李箱 兴冲冲上了邮轮 然后跟着乔墨雨 越走越偏 越走越低 我估计再走一段时间 都能进玛里亚那海沟 厉害 我住过大大小小那么多游轮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没有窗的房间 宋飞飞迅速往后退了一步 惊疑不定地指向角落里的一张儿童床 乔墨雨 这是什么东西 乔墨雨满脸得意地走过去 拍了拍那张一米多的儿童床 我特意订的亲子房 哈哈哈 厉害吧 这样我们三个人就能睡一个房间了 能省不少 嗨嗨 能增进不少感情 说话间 乔墨雨走过来热心地帮我提行李 来来来 灵珠 你武功好 这婴儿床让给你睡 宋飞飞无力地叹了口气 行了 走吧 带你们升级总统套房去 我还没反应过来 乔墨雨已经拖着行李出了房间 哎呀 菲菲你真是的 其实这房间挺好的 你偏要升级 哎 算了算了 主随客便 你们开心就好 我委屈点没事的 我们三人吵吵嚷嚷地走在狭窄的通道上 没走几步 前面房间跑出来一个着急忙慌的男人 看到我们 她仿佛看到了救星 三两步冲过来拉住我的胳膊 这船上有没有医生啊 能不能叫人来救救我老婆 她 她马上就要生了 宋飞飞马上跑去找工作人员 我和乔墨雨则跟着男人来到他们的房间 床上坐着一个满头大汗的女人 长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 神情痛苦 面容猙獰 老婆 别怕 医生很快就来 男人握着他老婆的手 心疼地直掉眼泪 他们夫妻俩攒了些钱 想来邮轮上晚几天 结果没想到妻子怀孕才七个月 居然有了早产的征兆 我和乔墨雨也有些紧张 这些年虽然见惯了各种场面 但是女人生孩子 却是头一回碰到 是不是要烧开水 乔墨雨急得团团转 我也慌了神 对对 我看电视上 还要用蜡烛烤一下剪刀 男人听到这话 立马起身要去找剪刀烧开水 产妇拉住他老公的手 艰难地抬起头对我们一字一句说道 你们看的是古装剧吧 我和乔墨雨同时一愣 随即一起战红了脸 医生来了 关键时刻 宋飞飞带着几个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为首的是一个气度不凡的年轻人 长相儒雅俊俏 浑身散发着成功人士特有的精英气息 年轻人是宋飞飞高中同学 叫周平渊 是一名国际医生 这游轮就是他家的 这次他难得和几个朋友一起上游轮休假 恰好碰到了冲上甲板找人的宋飞飞 深呼吸 别紧张 你们几个帮他把裤子脱了 周平渊推了推金丝眼镜 极为冷静地开始发号施令 听到要脱裤子 女人老公不干了 怎么是个男医生 不行 我老婆不能被男人看 你们换个女医生来 刚才还忠厚老实的男人瞬间换了张脸 周平渊皱着眉 不耐烦地抬头瞪了男人一眼 这位家属 现在是在邮轮 不是在医院 你如果 啪 她话还没说完 宋飞飞已经一巴掌抽在男人脸上 能不能帮忙 不帮忙给我滚 宋飞飞的王霸之气震慑住了所有人 男人捂着脸走到一边 不敢再说话了 乔默雨 快看 我和乔默雨帮产妇脱裤子时 不小心掀开了她的衣服 她的肚脐周边 有一圈很淡的红痕 像是被盖了一个圆形的红色印章 乔默雨瞳孔猛然一缩 她吃惊地看着我 顾不得再给产妇脱裤子 这是血儿 啊 就在这时 产妇捂着肚子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我明显看到 产妇叫喊之前 那圈红线朝里缩了一圈 真的是血儿 我去找雨伞 乔默雨扔下产妇 如脱江的野狗般朝门口快速跑去 周平渊被乔默雨撞了个裂前 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宋飞飞凑过来 一脸好奇地看着我 血儿是什么 没听你说起过 看到那一圈红线了吗 那就是产鬼的血儿 我掀开产妇的衣服 伸手摸了摸那一圈红绳 产鬼是一种专门在孕妇生产时 作祟的鬼怪 产鬼的喉间有一缕红丝绳 名为血儿 当孕妇生产时 产鬼会把红丝绳 从屋顶垂挂下来 寄到产妇胎盘上 当产鬼抽动血儿时 产妇便会腹痛如脚 痛不欲生 血儿每抽动一次 肚脐边上的红线便会紧缩一圈 抽动三次 红线入旗 必死无疑 周平渊几人都听呆了 那孕妇更是听得张大了嘴 都忘记了喊疼 她老公如临大敌地 看着她肚子上的红线 吓出了一脑门的汗 你 你说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自然是 啪 我眼疾手快地掏出符纸贴在产妇肚脐上 符纸盖住红线圈的时候 我才松了一口气 馋鬼最怕雨伞 刚才乔默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要去找雨伞 这馋鬼肯定已经听到了 所以她会在乔默雨回来之前迅速抽动血儿 我刚才讲故事就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 现在肚脐上的神雀学被封 她没法抽动血儿 等乔默雨拿完雨伞回来 馋鬼畏惧之下离开房间 馋妇就安全了 还没等我这一口气松完 周平渊伸出手接走了馋妇肚子上的符纸 胡闹 你们俩出去 别在这影响我皆生 坏事 我跳起来伸手去夺那符纸 这是张婷婷无奇的除碎符 效力低微 但是用来牵绊血儿效果最好 既能止住血儿 不让馋鬼抽动 又不会激起血儿的煞气 反噬到胎儿和产妇 最重要的是 我就带了这么一张除碎符 其他的都是些五雷符、阵魂符、诛鬼符等 我去抢符纸的动作惹怒了周平渊 他站起身三两下 把符纸撕成了碎片 宋飞飞 带着你的朋友给我出去 啊 产妇抱着肚子 发出了比之前更为坚力的惨叫声 产鬼多数是生产时 难产去世妇人的冤魂所化 只有找到替死鬼 才能再次转世投胎 这产妇估计很早就被产鬼盯上了 特意跟着他上了邮轮 这鬼既然等了那么久 自然不愿意轻易放过这次机会 所以符纸刚被拿下 他便迅速抽动了血儿 周平渊脸色煞白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产妇肚脐上 明显收缩了一圈的血儿 嘴里不住喃喃自语 公口才开了一指 没理由这么疼啊 难道产妇对疼痛特别敏感? 产妇的老公忍不住了 他从旁边窜过来 一把揪住周平渊的领口 我媳妇是最不怕疼的 上一次意外流产时 坑都没坑一声 他要被你害死了 你陪我媳妇呜呜呜 产妇痛苦地蜷缩在床上 嘴唇惨白 气弱油丝 瞳孔甚至有几分涣 一副随时都能撒手人寰的模样 可他只是破了羊水 没有大出血 胎胃也症 这一切的发展 显然超出了周平渊以往的医学知识 他手足无措地傻站在旁边 脸色一会红一会白 风云变幻如红绿灯 灵珠咋办 宋飞飞也十分焦急 她拉了拉我的衣袖 这种时候 只能用出最后一个办法了 我三两步跨到门边 蹲好马步 气沉丹田 仰天大吼一声 乔默雨 你个傻逼 走廊上远远地传来一声 红亮的怒骂声 陆灵珠 你才是傻逼 我和宋飞飞心中一喜 乔默雨回来了 为了防止蝉鬼在这几秒钟内继续拉动血儿 我跑回房间大声念咒 天道地道 人道鬼道 我行其道 鬼神不侵 这简单的驱鬼咒 只能停住蝉鬼几秒钟 不过有这几秒钟 足够了 乔默雨跑得满头大汗 人还没到 手中的雨伞已经丢了过来 我捡起雨伞 撑在产妇头顶 她肚脐上的红线 如连衣般晃动了两下 逐渐消失了 红线一消 产妇的脸色也好看了很多 还愣着干嘛 轮到你干活了 街声啊 周平渊如梦初醒 忙蹲下身继续之前的工作 没了蝉鬼捣乱 周平渊十分顺利地完成了街声工作 在产妇和她老公的千恩万谢中 我们带着失魂落魄的周平渊离开了 像周平渊这种自负又莽撞的傻子 我和乔默雨是不太想搭理她的 但宋飞飞说 这邮轮是她家的 乔默雨十分不屑 邮轮是她家的又怎么了 难道她还能给我们安排最豪华的套房 每顿饭都给我们上米其林大厨做的美食 她有什么了不 周平渊立刻拿起手机 让船长安排最好的房间和私人管家 乔默雨马上脸色一变 走上前用力拍着周平渊的肩膀 哎呀 小周同志人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长得很帅气嘛 你看这个子也很高 不错不错 周平渊苦笑一声 看向宋飞飞 飞飞 说实话 我到现在都不太相信刚才的事情 之前大家都说 你被一个江湖术士骗得团团转 我还想劝你来着 我和乔默雨才不管周平渊信不信 两人都被那豪华奢侈的房间晃花了眼睛 飘着白沙的巨大落地窗外 是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 明亮干净的阳台上装了一个约莫三米宽 十米长的私人泳池 光是这泳池 就比我们之前的房间大了好几倍 这些该死的狗大户真是会享受啊 不仅如此 周平渊还给我们安排了奢华而精致的晚宴 听说厨师是法国有名的大厨 在国际比赛上拿过各种奖项 点菜时服务员彬彬有礼地递上菜单 我打开一看全是不认识的鬼话服 乔默雨朝我挑了挑眉 嘿嘿不认识吧 叫一声姐姐 我大发慈悲帮你点下菜 我勃然大怒 当下拿过菜单随意勾了几条以后递给服务员 年轻漂亮的服务员面露蓝色地看着我 尊敬的女士 您 您点的是我们主厨和副厨的名字 扑 哈哈哈哈 陆灵珠 你是不是想笑死我 好继承我的花呗 乔默雨拍着桌子 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宋飞飞和周平渊垂着头一声不吭 肩膀却在不停抖动 我气得半死 正想扑过去痛打乔默雨一顿时 一个极为有气质的年轻男人走到钢琴前开始弹奏钢琴曲 奢华的西餐厅 优雅的清音乐 此情此景实在是不太适合打架 宋飞飞和周平渊假装低头玩手机 乔默雨得意洋洋地朝我扮了个鬼脸 我咬着牙忍了一会儿 迟迟没有菜端上桌 乔默雨忍不住了 她伸出手叫过服务员 我点的菜怎么还没上 服务员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有些尴尬地说道 女士 您 您点的是两首钢琴曲 刚才已经弹完了 哈哈哈哈 我笑得要死 乔默雨装逼不成 恼羞成怒扑过来要打我 咚 船身剧烈摇晃 像是邮轮撞上了什么东西 乔默雨惊愕地从我背上跳下来 一脸茫然 咋了 地震了 我扭头朝着窗外看去 脸色大变 快看 此时正是傍晚 落日的余晖 洒在湛蓝的大海上 给海洋踢上了一层柔和的霞光 我们吃饭时 落地窗外呈现的便是这样一幅如画卷般的美景 可刚才的震动发生以后 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了 我们几人跑到露台上 这才发现不止天黑了 连海水都变了 浓黑如墨 灵珠 你快看 宋飞飞脸色难看的把手机递给我 珍珠号邮轮被神秘海怪攻击 离奇消失 网络上这新闻已经被顶上了热搜 一 个鲜红的豹字异常醒目 我打开视频 发现画面中的邮轮确实就是我们这艘 只见一道巨大的黑影狠狠撞上邮轮 船身朝左侧倾斜了大概有三十多度 乔墨雨瞪大了眼睛 倒抽一口凉气 这什么东西 哥 哥斯拉 珍珠号邮轮长三百二十米 宽五十八米 高六十米 重达十五万吨 从水线到甲板 足足有十八层 可以同时容纳三千多名游客 这样一艘庞然大雾 竟然被一个黑影撞得差点翻船 黑影撞完邮轮以后 周边的空气奇异的开始扭曲 几乎是眨眼间 庞大的邮轮就这么凭空消失在了海平面上 当时离邮轮两公里外的海面上 正好有一艘游艇 游艇上的几名游客拍下了这诡异的一幕 并发到了网上 周平渊不可置信地盯着漆黑的海平面 这不可能 我们手机明明有信号 为什么他们会看不到我们 我刚才已经尝试发信息打电话 发现手机信号是单向的 我们能看到网友们的实时评论和新闻动向 他们却收不到我们的任何信息 显然我们进入了一个不知名的结界之中 我看着手机里的黑影陷入了沉思 这黑影看起来又粗又长 探出海面的半个身子 看起来像极了一条巨蟒 这尺寸的巨蟒 整船人恐怕都只够他塞牙缝的吧 灵珠咋办 对上宋飞飞期待的眼神 我张了张嘴 有些不知道该咋开口 看我的 乔默雨拍了拍胸口 从口袋里掏出三根长香 天零零地零零 太上老君快显灵 星辰顺度 命运亨通 财源广进 诸事成响 他高声念诵完咒语 举着香前程地对着空中拜了拜 宋飞飞摸着下巴 皱着眉头 总感觉 这咒语有些莫名的熟悉 可不熟悉吗 这是到家的增幅转运咒 看来乔默雨也是没招 连转运咒都用上了 周平渊虽然见多识广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也吓得够呛 他白着脸折腾了半天手机 才心如死灰地看向我们 怎么办 我叹了口气 已不变 应万变 海面上死一般的寂静 船里的游客全都涌到了甲板上 观看这诡异又离奇的一幕 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危险将近 几乎所有人都拿出手机疯狂拍照录像 我心脏突然开始疯狂跳动 背上的汗毛也在一瞬间竖起 快闪开 甲板上人太多了 我微弱的喊声很快被众人的喧哗声淹没 一道巨大的黑影从甲板左侧升起 游轮上灯火通明 大致照出了黑影的模样 这东西长着一颗巨大的狗头 红眼黄牙 奇丑无比 牙齿上还挂着腥臭的粘液 那粘液颜色发黄 看起来像感冒时会有的浓黄鼻涕 狗头 蛇身身体滑腻无鳞 见货还有电光闪过 这是 电光狗头蛮 我心中震惊不已 宋飞飞和乔默雨更是吃惊的张大了嘴巴 狗头蛮是传说中的海妖 它们体型硕大 喜欢把路过的船只当成玩具 一旦被狗头蛮发现 它们会努力弄翻船只 把不慎落水的人挨个吃掉 而电光狗头蛮更是上古海妖 比起普通狗头蛮 它们更大更高 身上还会像电蛮一样散发出阵阵电流 它们游过时 方圆基米内的人和鱼都会被电流烤焦 咔哒 一滴巨大的粘液 从狗头满尺寸惊人的牙齿中滴落 刚好落到一个男人身上 啊 男人发出一阵惨叫 身体如同阳巅峰患者一样 疯狂抖动 他身边凡是来不及躲开的人 都出现了和他一样的症状 整个人不停颤抖 蓝色的电流遍布全身 很快 一股焦臭味传来 那几个人全都变成了一具具黑炭 直挺挺地躺在甲板上 啊 有妖怪啊 甲板上的人开始扔掉手机 疯狂逃窜 卧槽 卧槽 文质彬彬的周平渊都忍不住报了粗话 他连连后退 不小心踩到个花瓶 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游轮肯定会被狗头蛮弄沉的 我们得想办法跑 逃生船呢 小型游艇有没有 听到我们要离开游轮 周平渊都快哭了 这么大的游轮都要沉 上游艇还不被一口吞了 乔默雨和宋飞飞两人还站在露台上 宋飞飞更是发出一连串的国骂 我转头一看 三魂下吊两魂半 只见电光狗头蛮张大嘴巴 从口中喷出一堆黑色的鰻鱼 无数鰻鱼下雨一样 掉落在甲板上 落地以后迅速朝着人们扑去 他们面目猙獰 长相丑陋 最小的只有黄扇粗细 最大的却有两三米长 人们哭爹喊娘 无头苍蝇一般四处逃跑 周平渊这下不再犹豫了 从地上蹦起来 拉着我们就朝外跑去 快快快 我放了一艘游艇 在甲板左边的逃生长廊上 我们几人刚跑出两步 一阵巨响传来 船身开始剧烈摇晃 桌上昂贵的陶瓷盘水晶杯子碎了一地 头顶的吊灯也在左右摆动中摇摇欲坠 这游艇太大了 我们在的这一层是最顶层 当中除了几十间豪华套房外 还有一个高档会所 游轮上不停传来令人牙酸的歌之声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断裂了 此时冒着被各种东西砸破头的危险 跑进去找楼梯 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我一把扯下白色的窗帘挂在露台扶手上 朝宋飞飞 乔默雨大喊一声 我们从外头荡下去 这样更快 周平渊探出头看了一眼 脸都白了 这 这可是十八层 我将窗帘系在她腰上打了个活结 然后一把将她从露台上推了下去 啊 周平渊在空中发出一阵惨叫 我和宋飞飞 乔默雨抓着窗帘 也非常快地跳到了下一层 游轮上面这几层结构像蛋糕一样 直接就能跳到下一层的露台上 周平渊只是一开始被那电光狗头瞒 吓破了胆 跳了几层以后 她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人也恢复了冷静 救命 救命啊 越往下 人越多 狗头蛮也越多 我刚跳到第九层 一个人就从我身边嗖一声飞出去了 一条手腕粗细的狗头蛮在空中转换目标 朝着我的脸张开大嘴咬了过来 我伸出脚想踢开它 踢到一半时 狗头蛮眼露凶光 身上噼里啪啦闪起一阵电光 我这才想起 这家伙身上是带电的 不能直接接触 踢出的腿转而向上蹬出 我双手拉着窗帘一使劲 让自己朝左侧荡去 狗头蛮没收住公事 张着嘴扑到了露台外 我心有余悸地看着它掉下去的身影 刚才那一下差点把我腰给扭了 不能再这样 直接往下跳了 乔默雨探出头 往下看了看 神情十分凝重 下层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了 人们互相推扫拉扯 因为人实在太多 已经发生了踩踏事故 狗头蛮穿梭其中 不停收割着无辜者的生命 邮轮还在左右摆动 我摇摇晃晃来到一张台球桌前 看着上面滚落的台球杆和台球 灵机一动 乔默雨 宋飞飞 干它们 台球杆是木头做的 这东西不捣电 我把桌上的台球全都捡起来 塞进布兜里 手握台球杆朝一条狗头蛮跑去 狗头蛮靠吃腐肉和残魂为生 身上阴气极重 本来克制这种阴雾最好的东西就是雷浮 可偏偏它又不惧怕雷电 不仅不惧雷电 它们还不能用刀剑砍杀 要是用火弓 它们还能迅速窜进海里去 所以之前我迟迟没有动手 实在是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对付它们 啪 台球杆砸在一条狗头蛮头上 直接把它的头砸烂了 农黄的粘液从它体内不停流出 蛮身扭动了一会儿 终于停止了挣扎 看我打死一条狗头蛮 宋飞飞跟乔默雨立刻来了精神 大家别怕 用力砸这些东西的头 可以把它们弄死 我跳上台球桌对着众人大喊 试图让他们冷静下来 但是没人理会我 多数人此刻都被极度的恐惧支配着 大脑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我跳下台球桌握着杆子四处 奔走 试图打死更多的狗头蛮 嘎吱 船身猛烈摇晃 我一下没站稳 直接顺着地板朝下滑去 咔嚓 不好 我用力抱住一根柱子 顺手捞起滑到一旁的乔默雨 宋飞飞抓着乔默雨的脚 稳住身形 周平渊往下滑了一段路以后 拼命抓住了宋飞飞的脚 船身从中间断成了两截 我们所在的这半截船头朝水面沉去 整个船身几乎和海平面形成了九十度脚 我们四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串在一起 我拉着乔默雨的手 累得眼珠子都快抱出来了 灵珠你加油 可千万别松手啊 你 你说得轻松 这可是三个成年人的重量啊 最少也有个三百斤重 我使出吃奶的劲抓住乔默雨的手 心中暗自叫苦 灵珠小心 宋飞飞大喊一声 我忙回头看去 只见一条足有手臂粗的狗头蛮正朝我的方向快速滚落 这要是掉到我身上 我们几人都得垫成黑炭 周平渊也看到了 狗头蛮还没掉到我身上 它似乎已经触电了 妈呀 快躲开呀 它一边喊 一边扭动身体 它一扭 宋飞飞也跟着晃 宋飞飞晃了 乔默雨身不由己跟着动 我再也坚持不住 松开手跟着乔默雨几人一起朝下滚去 邮轮成了滑滑梯 我一边朝下滑 一边还要握着棍子驱赶身边的狗头蛮 周平渊眼疾手快地抱住一张大餐桌 灵珠朝左边去 那有救生船 我们几人化身人员泰山 努力想赶在船舱沉没前 从这一头跳到另一头 电光狗头蛮 从断裂的船舱中间穿出 朝着另外半截游轮狠狠撞了过去 灵珠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东西体型变小了 宋飞飞猴子一般大步跳到我身边 朝我抬了抬下巴 我这才注意到 之前身躯庞大的狗头蛮 确实缩水了不少 它将半个身体探出水面以后 又飞快地沉入了海中 灰黑色的尾巴在空中一闪而逝 露出一块淡淡的红色印记 我眯了眯眼睛 这东西怎么那么像封印 是了 这东西体型那么大 却从来没有在新闻中看到过 它应该是被哪位厉害的人设了个结界 封印在此处 岁月流逝 封印力量愈发薄弱 在我们的邮轮经过此处时 它恰好破开了那道封印 所以我们只要潜入海底 再次恢复封印住它的阵法 就能制服这电光狗头马了 想到这 我精神一阵 忙拉住准备跳到下一张桌子上的周平渊 哪里有潜水设备 周平渊一愣 随即露出一抹苦笑 我给你们安排的房间里 就有三套设备 现在要想拿到 恐怕有些难度 那房子不但在顶层 而且还在船头处 眼下 船头已经有一半沉进了海里 我看了眼漆黑的海面 咬了咬牙 乔默雨 你带他们去找救生船 记住 路上一定要尽可能多杀一些狗头蛮 这些狗头蛮 其实都是那一条巨型狗头蛮的分身 所以当它吐出这许多狗头蛮时 身体也缩小了不少 乔默雨点了点头 毫不犹豫的转身就跑 这家伙果然一点情意都没有 我不甘心地对着他快速离去的背影大喊 你都不谦让一下的吗 下面这么危险 万一我死了呢 乔默雨回过头朝我翻了个白眼 你傻逼吗 这些人里你武功最好 你不去谁去 哦 他说的也很有道理 果然能力越大 责任也越大 不用再担心这几个脱油瓶以后 我速度加快了许多 周平渊说他房内的柜子里 不但有弓弩 还有几把枪 这些可都是保命的家伙 我一定得拿到 救命啊 救救我 我正要继续朝下跳时 一个拼命呼救的男人 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不是之前老婆生孩子那人吗 他正死死的抓着一只桌腿 身边有许多黄扇大小的狗头蛮 扭动身体朝他爬去 这些狗头蛮身上长满了粘液 这些粘液将他们的身体吸附在地板上 所以我们人像保龄球一般滚落 而这些小蛮鱼的活动却不太受影响 我拿着棍子三两下打死几条狗头蛮 捞过它放到一根柱子后面 你老婆孩子呢 男人脸色惨白 瞳孔涣 一副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模样 醒醒 千里魂灵智 急急入鞘上 我一巴掌拍在男人额头上 同时大声念诵喊魂咒 男人呆愣了两秒钟后 总算清醒过来 妖怪啊 有妖怪 我老婆孩子还在房间里 快去救他们呢 我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半截邮轮 因为被电光狗头蛮狠狠撞击过 邮轮沉没的速度比我们这边快很多 眼下 船舱已经沉得只剩下一个头了 而男人的老婆孩子 就在那漆黑幽深的水面之下 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转身朝周平渊房间继续赶去 男人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神情焦急而绝望 你为什么不去救人 你不是道士吗 救人不是你们的职责吗 为什么我老婆孩子死了 你却还活着 为什么 我伸出手左右开弓 狠狠抽了他几个巴掌 发生意外第一时间 你就抛下老婆孩子自己跑了 现在还有脸把责任抛给我 没脸活了就去死 别妨碍我救人 男人被我打懵了 愣了好一会以后捂着脸哭了起来 呜呜呜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太害怕了 我真的好怕 我懒得搭理他 邮轮沉没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我要抓紧时间 等我赶到周平淵的房间时 发现他的整个房子都已经进到了水底下 幸亏我们是在广州上的邮轮 天气暖和 水也没那么冷 这要是像泰坦尼克号一样 零下好几度 我估计自己还真没那个勇气潜到水里 万幸 房间虽然沉入水底 应急灯却还亮着 我平住呼吸 潮州平淵书房游去 心中暗骂这些狗大户 就一个人睡的房间而已 整那么大干什么 我一边游 一边祈祷 千万别碰上狗头满 大家都是在水里 他身上还带着电 我简直成了火把子 人果然是不能瞎念叨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我刚转了个弯来到书房门口 走廊上一条手臂粗的狗头蛮 气势汹汹地朝我冲了过来 哇! 我情不自禁大喊一声 喝了满满一大口海水 这水又腥又臭 简直像是拿洗脚水淹了一缸死老鼠 恶心地我差点吐出来 我拼命朝书房游去 但是再快也快不过狗头满 混乱中 我一把摸到了自己的布兜 那兜里被我装了十几个抬球 此刻恰好能派上用场 我瞄准狗头满 把抬球当暗器一样朝它脑袋狠狠抛出去 这几颗球极大的阻碍了狗头满的前行速度 我趁机游进书房 关上了房门 乔墨雨的增幅转运咒没有白念 书房里一条狗头蛮都没有 我快速拿好东西 从窗口游了出去 飞飞 假如 我是说假如 假如灵珠死了 她的东西能不能分一半给我 我拼着老命游到一艘救生船边 还没等上船 就听到船上的人在商量我的后事 宋飞飞摸着下巴 你还真别说 灵珠嘎了 我算不算第一顺位继承人 乔墨雨顿时来了精神 怎么不算呢 你是她徒弟吗 哇 这两个人真的好离谱啊 我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颠生 哎呀 卧槽 宋飞飞和乔墨雨两人一前一后被我拉进了水中 呸呸呸 这水咋这么臭 乔墨雨抹了把脸 看到是我拉她下水的 神情一僵 嘿嘿 灵珠 你回来了 我刚才还和宋飞飞说呢 灵珠出马 一个顶俩 宋飞飞游上船以后 十分殷勤地把我拉上去 哎呀 灵珠 你辛苦了 累不累 要不要给你捏个尖 捶个背 我刚准备好好骂一顿 这两个没人性的家伙 周平渊突然捧着肚子惨叫一声 啊 周平渊用力捂着肚子 手背上青筋突起 一副承受了极大痛苦的模样 你怎么了 我们三人迅速围住周平渊 我拉过她的手腕摸在她脉搏上 脉搏强劲有力 竭律整齐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病症 周平渊的手心冰凉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后脖梗畜 入手似一块寒铁 这是阴气入体的征兆 我疑惑地扯开她的衣服 果然在她肚脐上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红线圈 乔默雨和宋飞飞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我也一脸无语 你好离谱啊 我知道你头太困难 但是也不能乱上人的身吧 周平渊被馋鬼上身了 不但如此 这馋鬼还抽动了血耳 听到这话 周平渊都快哭了 她张了张嘴巴 却发出了尖利刺耳的女声 我不管 你们身上都有法器上不了身 我只能上她了 我跟了那个产妇整整三个月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准备投胎 你们破坏了我找替死鬼 结果现在呢 她还不是死了 这馋鬼真的好没礼貌啊 我们三人耐着性子和她商量了半天 最后勉强达成协议 馋鬼帮我们对付电光狗头蛮 我们答应事成以后超度她 开后门帮她投个好胎 鬼怪大多怕雷电 让我意外的是 这馋鬼并不十分惧怕狗头蛮身上发出的电 雷电分音电和阳电 阳电克制音物 而阴电克制阳雾 狗头蛮身上的正是阴电 我懊恼地拍了拍脑门 自己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所以我手中的五雷符 还是可以用来杀死这些狗头蛮的 馋鬼从周平渊身上出来 主动附身到了救生船上 船开始无风自动 带着我们迅速在海面上游走 我把一叠符纸塞给周平渊 告诉她使用方法后 带着乔默雨和宋飞飞下了水 乔默雨恋恋不舍地拉着周平渊的手 这些符纸很贵的 你可要省着点花呀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乱用 知道没 算了 你给我几张 我来给你示范一下怎么正确使用 我忍无可忍 给乔默雨戴上面罩以后 拉着她往下前去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么深的海里潜水 四周寂静又黑暗 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一人和两条狗 头顶的灯射出的光线很快就被黑暗吞没 整个海底看不到任何活物就连那些狗头蛮都消失了 在这种没有尽头的黑暗空间很容易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 我们似乎下潜了几分钟又似乎下潜了几个小时 要是有深海恐惧症的人在这估计投胎都投好几轮了 随着越前越深眼前总算出现了点点光亮 光亮越来越密 仿佛我们不是在海底 而是置身浩瀚星空 我僵直身体停在海中 连呼吸都不由自主放缓了 再往下积迷就是海底 不像电视上看到的海底世界那样斑斓多彩 这里的海底一片荒芜 六根巨大的阴沉木按北斗七星的方位耸立 还有一根横卧在地上 上头缠满了密密麻麻的狗头蛮 我小心翼翼地游到一根阴沉木边伸出手摸了摸 木头外层的枣泪抹去露出点点金丝 好家伙 居然是最为极品的金丝阴沉木 乔默雨激动地一把抓住我的手 两眼放出的光底头顶的灯还要刺眼 阴沉木曾深藏于地下达三千年至一万两千年之久 有的甚至达数万年之久 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 这些木头内部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让它们的密度比金属还要大 古代称其为树中之精 木中之魂 而金丝阴沉木则是深埋金矿中万年以上的极品木头 它们通体漆黑 黑中又带着点点金光 比金丝南木更为名贵和耀眼 普通的阴沉木有驱邪避祸的作用 金丝阴沉木带了金的煞气 对万物都有极大的克制作用 这七星阵斜阵竟然用七根金丝阴沉木作为阵物 实在是大手笔 我将视线投向地上横卧的那根金丝阴沉木 这是北斗七星中开阳星的位置 开阳是北极星之魂 也是一阵之眼 这根阴沉木倒了 阵法自然也破了 我伸出手指朝阴沉木点 了点 宋飞飞和乔默雨互相对视一眼 一起转身朝上游去 我忙拉住他们俩 三个人用手指在水底下比划了半天 那横卧的阴沉木周边全是狗头蛮 有在附近游动的 有缠绕在上面的 还有直接趴在上头的 这些阴沉木个头极大 每一根直径都有一米粗 六七米高 我估计重量得有好几吨 就算没有狗头满 我们也很难把这根阴沉木给浮起来 无奈之下 我们三人只能再次游回水面 我们三人在救生船上苦苦思索 周平渊则是指挥馋鬼四处游走 不停捞人 宋飞飞他们在找救生船时 把所有船都放了出来 好多水性好的 都已经上了最近的救生船 还有一些脱力的 半昏迷的 也挨个被我们安置到了空着的船上 我有一个办法 宋飞飞猛然一拍乔默雨大腿站起身 我们搬不动那阴沉木 但是电光狗头蛮可以啊 只要找到一条铁锁 一头绑住阴沉木 一头系在狗头蛮身上 狗头蛮一动 就能把阴沉木拉起来 我皱着眉挠了挠头 这主意离谱中又带着一分可行 那你怎么让狗头蛮动呢 宋飞飞犹豫了一下 眼神在我和乔默雨身上不停游走 只要 只要有个人当诱饵 去挑衅一下狗头蛮 他肯定会追过来 乔默雨立刻眼泪汪汪地握住我的手 虽然封门传承到我这一脉 只剩下我一人了 我没了 泱泱滑下 再无地失 不像你们茅山 死了你 还有你一个师尊 一个师兄两个师职 每人再收十个徒弟 徒子徒孙颜绵不绝 但是 见我们几人都看着他不说话 乔默雨怒了 你们是不是人啊 我都说得这么惨了 居然还想让我说 但是 这狗东西一天天的 心眼比头发还多 周平渊看了我们三人一眼 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觉得三个人下去比一个人好 关键时刻可以互相打掩护 成功的概率会更高 周平渊鼻青脸肿地躺在救生船上 我们三人拎着一捆钢索 再次下了水 被暴打一顿以后 周平渊脑子都变好了 不但指挥我们去游轮里找到了钢索 甚至还找到了几套特殊的潜水设备 那设备上装了推进器 只要一按下推进器 人就能像游艇一样飞速前行 等我们下潜到海底 那些电光狗头蛮 依旧围绕在横卧的阴沉墓周边 我们三人朝着三个方向散开 乔默雨掏出一把枪 对准狗头蛮扣动扳机 一声闷响过后 乔默雨从袋子里掏出块红布 不停挥舞 所有狗头蛮立刻封了一样朝他扑去 乔默雨但凡动作慢上一秒 就能被这些狗头蛮给淹了 躺在地上的阴沉墓很快就露出了原本的面容 我和宋飞飞赶紧下潜 拿着钢绳绕着阴沉墓系了两圈 这阴沉墓死沉死沉 我们根本抬不起来 最后还是我灵机一动 拿着铲子把底下的泥土挖空了才系上的 也幸亏了那铲鬼 他附身在钢绳上 帮了我们不少忙 记好钢锁 我刚松了一口气 背上突然含毛竖起 一阵又一阵心计传来 让我差点喘不上气 原本在我对面的宋飞飞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朝我比划了一个手势以后 毫不犹豫地朝另一个方向游去 我僵直着身体转过头 对上了一双闪烁着红光的眼睛 这眼珠子好大呀 比我的脑袋还大 星红的眼珠子下面 是一张看一眼就能做极朽噩梦的血盆大口 黄色的獠牙比我大腿还粗 散发着令人胆寒的光芒 我立刻把早就准备好的绳索套在他牙齿上 扭头就跑 咔嚓 狗头蛮疯狂追着我 身后不时传来让我牙酸的咬合声 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只恨爹娘没有给我生几条尾巴 那根卧在地上的阴沉木被狗头蛮缓缓拉起 其他的阴沉木开始散发出一阵白光 阵法快成了 我回头瞄了一眼 心下大喜 狗头蛮停止追我 巨大的身躯停在水中 一双星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他的眼神好像是在思考什么东西 让我魂飞魄散的一幕出现了 这狗头蛮的尾巴处 竟然像开花一样四处散开 无数细小的狗头蛮从他尾巴游出 眨眼间 他庞大的身躯就消失了一小截 这狗东西是要化整为零了 如果他从一条化身成千万条 那钢索就会掉落 阴沉木也会再次落下 到时候我们几人都得死在这儿 老子和他拼了 我按下按钮 喷射机发动 将我像炮弹一样射向狗头蛮张着的大嘴里 我用最快的速度 抽走钢索上的铲鬼魂魄 然后把准备好的五雷中邪符 扔进了狗头蛮嘴里 在他牙齿落下以前 我一脚踢在他锯牙上 让自己调转了一个方向 当狗头蛮身上的雷电游走到五雷符上时 符纸外面套的防水袋破裂 五雷符终于发动了 阳电夹杂着阴电在狗头蛮身上四处游走 他吃痛之下疯狂扭动身体 也停止了分裂 无数雷电在他身边闪烁 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整个人身上传来阵阵苏麻 坏了 我顾不得看那根阴沉木被拉起来了没有 拼命朝着水面游去 呼 阴沉木落位 整个大阵电闪雷鸣 散发出刺眼的白光 七星阵斜阵发动了 整个海面成了一张纵横交织的电网 我从网缝中钻出 狼狈地爬到救生船上 馋鬼缩在我兜里一动不动 显然被这阴阳交杂的雷电给吓傻了 没多久 宋飞飞和乔墨鱼也前后浮出了水面 乔墨鱼一把摘下面罩 死狗一样趴在船上喘气 累死我了 我差点就挂了 以后再也不下海了 太可怕了 宋飞飞也是面如土色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整个天亮如白昼 天上的闪电如雷龙般游走 看得人胆战心惊 宋飞飞 快看 周平渊掏出手机 我们几人忙凑过去 天降异象 海上突降天雷 评论区一片何方高人在此渡劫 不少出海的人都看到了这一景象 这是不是说明 我们从结界中出来了 天上白光散去 露出了点点星光 海水也再次恢复了漂亮的蓝色 不一会儿 有轮船的鸣笛声从远处传来 看来救援队已经发现我们了 我坐起身 从兜里掏出三个铜板 扔在地上 这趟泰国行总让我提心吊胆 还没到泰国呢 差点人没了 见我开始补挂 乔默宇立刻坐起身 警惕地看着我 阴阳阴 围水 围砍 果然是象征着危险重重的砍挂 乔默宇伸出手 把两个铜板翻了个面 然后拍着手大笑 好好好 好一个钱挂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这次泰国行 肯定马到成功 万事顺遂 我翻了个白眼收回铜板 乔默宇从船舱两侧捞出奖板 开始拼命滑动 他这是要划船去泰国 乔默宇 你疯了 这开船去泰国得一个礼拜呢 乔默宇埋着头拼命滑奖 我不管 我就要去泰国 宋飞飞有气无力地躺在一边 乔默宇 你收了神通吧 你的方向滑反了